好 我們請各位家庭就坐好 好 時間差不多 我們就慢慢開始 該來的都來 該來的也請假 對 李老師說該來的要把他海報那一張把他拿掉 開玩笑就說 對 好 我們現在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的講座 林瑋萍老師說講師應該很多都上過他的課 都是辦為他的大作 我自己不詳細介紹來到人類學系 然後是人類學家 我們這個講座其實我們背景是歷史當代地方報告的研究 但是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 會做不同的跨領域合作 那我發現我們邀請學生裡面 他還在討論回過是跟人類學家合作最多 因為我們很重視當代的這個田野調查 那我們今年在政大 我們跟李玉珍老師還有林瑋老師 我們一個課也是在做佛道民間宗教 那個跨宗教的比較跟田野的部分的協作 對 所以今天這個演講 我是去年就訂了 就跟那個林老師邀請 對 那我這裡我覺得林老師準備得很豐富 然後這是他正在進行中的研究 也想要做很多的討論 他從人類學家角度來看安隆理事 之前研究安隆在座的李鳳茂理事 就是大家最知道 那是最早的 然後後來到教學還是蕭敬平的做過幾個研究 對 但是人類學家好像還沒有針對這個部分 而且特別是從結構 醫藥婦人 就是這種比較特別的一個視角來做 所以可能會有很多東西 可以給我們非常多的啟發 我們先熱烈掌聲來歡迎林瑋平老師 然後今天我們有幾個嘉賓 我們都要介紹一下 我們先介紹遠道來 我們的那個要報告的主角之一 是葉俊男 葉道長 還有他的夫人 跟大家打個招呼 然後當然這個李鳳茂老師 特別出場 大家還是掌聲鼓勵一下 因為林老師一看下午一場 其實是不出門的 他還在家要練功 對 但是因為林老師特別邀請 還有那個林老師 應該算這一年來的一個密切活動對象 府人大學的張超然雕塑 在這兒又想介紹一下 那這位是我們那個中心的主任 李玉珍 李老師 我們請林瑋老師 介紹一下誰跟他講講句 其實這麼多專家在場 輪不到我 但是我就靜靜一堵之一 我想林老師他最近的出書 不管是中英文的書 都是破除好評 那我們宗教學 不論是你是做道教 你念宗教 甚至做佛教的儀式 都可以從他的作品 裡面學到很多的東西 所以我也動用了我的學生來 然後呢 我們還是把中了時間留給重要的講者 我們再一次鼓掌 然後就有講 謝謝 謝謝鄭遠的介紹 大家好 我非常榮幸可以第二次來到政大 做跟大家交流做這個講座 這個研究可以進行 其實我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幫助 那大家跟如同鄭遠老師剛才講的 我其實一直在普大聽課 聽兩堂課喔 好認真喔 就是聽超然的兩堂課 然後呢 這個研究的執行過程中 也有幾個人 就是道教的學界的人 提供我很好的很大的幫助 那一個就是雲林發老師 那他現在應該也是在那個媽祖的會場 然後另外一個是常文 他也提供就是因為他有去愛情人工作過 所以他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資訊 然後還有就是這篇文章的第二作者 就是楊秀娟博士 他現在也在巴沙爾 所以就由我代表來討論 就是來進行討論 當然這個今天整個講座的內容 有兩個重要的評價 那一個在場呢 就剛才介紹過的葉俊男道長 那另外一個是李無坑道長 很可惜李無坑道長沒有辦法來 要不然來我相信會更有更豐富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覺得今天的重點 當然葉俊男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重點 到下半場就全部是他了 那所以我現在就趕快進入正題 因為今天的拋夢其實還滿多的 安龍宋武呢 如同正元剛才講的就是 就是是一個 就是臺北臺灣美部呢 正義發海道是在廟宇慶城的教宜中呢 經常會安排的科宜 那他的原始規模是不大的 就是其實就是在一個草棋上 引擬排出容型 那麼在一個小時之內大概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近二十年來 近二十年來無論是在規模 或是舉行的時機都有非常大的改變 那甚至現在美容已經溢出教練之外 就剛才俊男就跟我說 連佛教的都在排美容是不是 然後Youtube還有線上美容教導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受到發言的程度 就是如意舉辦 那近年比如說近年流行的這種 安榮護國祈福大典 或者是2020年這個新冠肺炎 舉行的這種消災祈福美容 或是和溫安榮祈福法會 其實都非常普遍 那這樣只要Google一下 就可以看到這種美容法會的普遍的情形 那甚至一些本來不做美容的地方 他也會要求這個祖師的道長要加進來 那除了這個規模或者是時機之外呢 他也從祖福從原來很簡單的就是一些碗 就是很簡單的碗 然後盤子 湯匙 這樣子很簡單做的人 他開始從就是他本來是用這些生活中 他是從生活中取材的 他逐漸走向精緻藝術化的造型 甚至我們在文章裡面即將要討論的 他是充滿了氛圍的創造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了解這樣的一個意涵呢 這是這個研究一個很重要的特定 那因為我是人類學家 我嘗試從人類學的觀點了 希望能夠重新來解釋這樣一個當代 改變中的一個現象 那面對當代社會的世俗化與社會分制 就是社會制度分數化的趨勢呢 宗教社會學者首先 宗教社會學者他們就已經指出來 宗教不再是過去一樣是一個神聖的帷幕 這是你的柏格林有名的一本書 他也有中文的翻譯本 就是1967年這本書就叫做神聖的帷幕 那他就在告訴我們說 本來基督教是解釋 在西方本來透過基督教是解釋 世界運作的唯一意義體系 但是在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這樣的一個唯一意義體系呢 世上已經都遭遇很大很大的挑戰 那人人學者呢因為這兩本書 就是彼得伯格這本還有盧克曼的這兩本書呢 也受到他們的影響之後呢也致力於探討 也就是說他們的研究對象也在 他們也發現他們的研究對象在幾度變遷 命令之分努力的發展也在幾度的變遷 所以人人學者也開始致力了探討 這樣的一個當人們從傳統社會結構解放出來 他擁有更多的所謂的自主權 或者是選擇的自由的時候呢 宗教跟人之間的關係呢 就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多元 而不是像過去那種單一的一個體系 那晚今呢在面對當代政主義 以及媒介科技呢這高度的發展的時候呢 人力學者呢在二十一世紀呢 我好不斷有新的論點一直提出來 那我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呢 就介紹這個這樣的一個理論 就是西方的一個這個理論 就是宗教的媒介環象呢 這樣的一個論點呢到台灣來 那也編了這本書就是媒介宗教這本書 那這本書是一個跨領域的合作 包括岳汝老師就是文學的岳汝老師 也是在裡面有一篇 那這個宗教媒介轉向呢 其實它的核心論點就是 傳統的宗教元素呢 怎麼樣如何為新的媒介的重組 就是它原來的元素呢不斷會重組 甚至呢有一個新的延伸 比如說網路讓我們可以擁抱現場 就可以看到這個宗教儀式的進行 所以呢這樣的一個現象 其實是非常值得探討的 那今天我要講的是在這一群學者裡面 他們最近又發展了新的做法了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西方的學者 他的理論不斷地在推進 那他這個分為宗教呢 就叫做ambient religion 這是最近2012年之後呢 越來越重要的一個論點 那他的重要的一個學者 是在人類學裡面非常有名 是這間學院的教授 現在已經被挖回去捕奪多倫尼亞大學 帶任他們中校學院的院長 他們的他們重要的人 那他提出這個論點就是 所謂的分為宗教 那我們人類學家也在 我自己在去年的10月 辦了一個分為宗教研討會 那也把社會學者 然後包括宗教學者蔡嘉老師也都找進來 因為他做的這個怎麼說 這個職務跟宗教的關係 事實上也在我們這樣的一個 也可以放在一個這個 這個分為宗教的研討 就是討論的趨勢裡面來看 那我想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畢竟這是宗教所 就是宗教學的學者 我知道宗教學學的學者 對理論的使用其實是有一點比較 就是有一點怎麼說 會考慮的比較多 那所以我在這裡特別跟大家講講 我在使用理論的時候 並不是直接的套用 而是希望能夠吸收他的洞見 就是人類我們都是人 在希望發生的事情 在這裡大致也會發生 只是發生就是他那個樣子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會吸收不同地方的學者的洞見 他的insights 然後能夠看看他能夠怎麼樣 來幫助我們理解當態的現象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做適當的修正 讓他更符合我們這個社會的需要 好 那我現在先大致的介紹一下 什麼是分為宗教 那這個西方的學者就是安德克 他說明在世俗化的西方的英國社會 人與經教其實已經保有保持某一種距離 那他就以英國聖經公會 這個拜託十二廷這個英國聖經公會為例 他說這個聖經公會其實跟就是一般的教會不一樣 也就是說他們一向是以非介入性 免費贈重聖經的方式的團體 我不曉得到小朋友接應該也有這個經驗 就是在牧上有人在那邊發那個Tingent Bible有沒有 他們就是屬於這個聖經公會 他們是一個非常有錢的團體 那透過捐獻就是這些信徒會捐獻 讓他們去做那種非介入性的聖經的發法 然後他覺得我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以觸動你心中的某一種靈性嗎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他們自己發現 欸 即使是這樣子在牧上發 很多人都不要了 或是拿了就丟掉了 所以他們發現就是自己也必須要找尋新的方式 來推展基督教 那其中一個方法他們就發現 欸 可以跟過往藝術結合 就是跟過往藝術結合呢 讓宗教氛圍呢 輾轉進入英國人的日常生活裡面 也就是說他們可以不要用那種更非介 跟間接的更間接的方式呢 讓這個宗教可以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尤其是這種非常現代化的這一群人 他們很可能可以透過這種非間接的 非直接的方式吸 得到接受這個宗教 那安德克就以一個他們的天使風生計畫為例來說 這個我等一下又會多說一說 就是來說明聖經公會團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他們的團隊發現呢 英國人雖然就是你問他是不是經驗教 他就會跟你說不是 未來我就會 這個新書裡面我就會寫我自己 剛去英國留學的時候 那個第一個culture shock 就是我問我的英國同學是不是經徒 他非常生氣 他差點跟我翻臉 他就說為什麼你認為我是個經徒 那我覺得在我們一個房間裡面 這沒有什麼啊 你是不是個教徒 就是但是現在的西方社會 其實越來越不一樣了 所以呢他們是西方社會裡面 越來越不信教 但是呢他們卻認為人類的靈性 每個人的心裡面都有靈性的存在 而且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靈性很可能不只是在人 也可能在動物是不是 這個靈性這個只要有生命就是有 靈性的存在 那所以呢他們他們就跟地方議會 還有購物中心就是他們的這個地方的 他們就到地方去跟地方的議會 還有這個shopping mall 跟他們的購物中心的合作 在人來人往的那個購物寡場裡面 打造天使群牆 因為這個他立了11支 就是說在那個很大的這個Christmas market 就是這個朋友是應該很有經驗 我們上次去德國開會的時候 常識性開會的時候 就在那個Christmas market逛了很久是不是 那個正員應該也在嘛 那他就在那邊立了11支這個天使 那你看到這個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這是天使嗎 還是就是風箏 還是什麼呢 那他就請一個日本的設計師 用那個日本的漫畫的風格來設計他 那他這個很輕盈 所以他這個地方呢 風一來他就開始蠻動 所以你在那裡我們就可以感覺到 就是風 然後這個燈光 這個Christmas market 就是我們還跟李老師講 就是說那應該還記得吧 就是那個聖誕節的時候那種氛圍 去感動嗎 或是間接地碰觸人的心靈 所以他們創造了一種宗教跟非宗教之間 就是你好像Christmas是那個宗教嗎 好像就不是好像是聖誕老人 跟宗教也沒有那樣直接關聯是不是 但是又不能說這是跟耶穌還是有點關係 是不是 然後親鳳凰凰凰的靈性頻道 那他就有一支這一支這個維力 他立了11支 那所以安樂克就非常精巧地分析 這個天使的物質構成及他感官的設計 就是說他那個他又很像風法 然後風一來他就會擺動 然後你可以想像當你牽著小踏車 或是行人來到這裡 然後感受到那種感覺 你本來是來妄結的 你來購物的 但是你在這個廣場上好像就跟宗教相遇了 是這樣的一個目的 就是這樣的效果 他們希望達成 所以他探討他如果匯集各種人與物的力量 然後我們成為這個風箏呢 怎樣成為一個所謂的分為行動者 然後觸動心靈 觸動來往行人的心靈 那這個是他們有內外 那外就是這個11支的天使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shopping mall裡面 有沒有兩支在這裡 那他們的擺姿都很有意義 比如說他的飛 他的頭飛向是他們的公廁 也就是耶穌在這個shopping mall的公廁 那當然他就取這個意思就是 耶穌是在人類最卑微的地方 就是馬槽裡面誕生的 所以他們其實不會直接跟你講 但是他們的每一個設計 其實都充滿了他們的巧思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英國基督教的發展 就是說他們已經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回頭來看台灣 雖然台灣跟英國它面對的社會 或者是宗教情境其實是不一樣的 但是沒有辦法無可否認的 台灣的傳統宗教在台灣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原本所仰賴的這種的社會結構或是價值觀 因為資本主義的或是消費主義的高度發展 你面對幾代的挑戰 那當然就是我那本書 《靈力具憲》那本書有談城市宗教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一個宗教從鄉下到都市之後 它面臨的改變 很巨大的改變 所以道教其實也很難字外於台灣的社會 道教一向是跟這個社會的邁動是緊密相關的 所以道氏如何感造美容 以吸引人的註意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提供我們思考當代道教儀式很新的發展 那而且可以跟其他的社會或是宗教做對話 好 那接下來我就開始介紹一下安隆謝禮 那在安隆謝禮在道教儀式中 是一個被研究的非常仔細的一個儀式 相關討論很多我們的專項就在場 比如說教儀的一部分就是在續度這個安隆謝禮 怎麼樣是教儀的一部分有之外的研究 或是歇中堂的研究 歇中堂寫這個教誌裡面大概都有聽到 然後李老師告訴我們在金門 或者是在台灣南部有不同的做法 然後一試過程與概念的分析 王舊貴老師的這篇文章 還有李老師的這個文章都是 還有涉及的土地管道 還有孝敬年的研究 所以這個研究其實在某個程度上是我看過 經過被道教學者研究的相當仔細 而且透徹的一個儀式 所以這樣豐富的成果 其實提供我一個很好的 就是我這個局外人 一個很好的基礎 就可以透過文獻的閱讀還有訪問 透過訪問然後可以開始進入 可以開始做比較的分析 好 那今天這個討論呢 是以兩個就是兩個報式 以安隆著名的兩個報式 就是留婚到馬丁略俊男道場為例 來討論這個安隆就是安隆頌虎的感念 那我在這裡就先把今天的論點 大概先跟大家說明 我希望能夠說明在當代的安隆儀式裡面的 傳統的象徵結構就是龍虎神煞 這樣的一個象徵結構如何逐步被淡化 當代的安隆儀式更重要的是 它成為創造宗教氛圍的連結 米龍成為一個新的宅土 創造了新的連結 也跨越了知性與感性 宗教與藝術的連結 其中當代的道士 他就不只是繩子人員了 他同時也是藝術家 他們邀請龍們親身參與 就是他邀請來看米龍的人 親身參與 用自己的感官經驗 以及他身體的移動 就是身體的走動 他雙腳的走動 感受土地的修復以及宇宙的再創造 這是今天的重要的論點 我先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接下來就進入民族誌的部分來討論 好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傳統的 安隆謝土儀式 因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看過 也不是所有人都了解 那安隆謝土儀式是因為廟宅的儀式者 他擔心在修廟或者是建廟的過程中 觸犯了土地神殺 所以他們就聘請道士或是法師 來宣請這個安隆殿土儀式 以恢復被破壞的宇宙秩序 就是土地國其實是服務 那為廟宇敬內的人爹祈求平安 安隆的方式在台灣南北的做法各有不同 這一拍到士他就會以百米不排出巨像的文型 就是一個非常巨像的榮 像大家又會看到 那領寶他會示意五方龍子的服務 貼在廟宇的五個角落來安隆 不同的地方又有非常豐富多遠的呈現 例如說客家人會到屋宅座下所屬的龍脈的地方 以牽龍的方式將龍神牽引到家中 這是相信你的研究告訴我們的 那金門人呢 那當然是李老師跟我們說的 金門人會取龍神到龍水到事先開草好的山頭 追龍神再尋這個龍脈回到安隆的一點 要是這個研究相當的重要 好 那安隆的時間也不一樣 根據王秋貴的研究 安隆的時間也不太一樣 就是大部分都會排在信誠教的第一天安隆 在發表期間 但是也有人在安排在教育中的最後一天 火化獸型大事後才舉行 有時候劉昆會這樣做 並沒有一定的成規 那由於劉昆到場是本門的 前段部的主要探討就想 而且有關他的研究特別的多 因為我相信跟劉昆的個性真的是很有關係 他對學者也相似非常非常的high fun 所以有關他的儀式的記載非常的衝突 包括王秋貴的研究 王秋貴也是貝斯在他的研究之上 鄉敬明也是 謝忠龍也是 所以我就擷取他們提出的重要的概念 然後配合實地的訪問 梳理出安隆謝土基本的架構 好 所以接下來的照片都是他提供的 就是牛昆前面的照片都是他提供的 或是他的儀式 或他做的儀式 那傳統的阿農壽如其實 就是先在草席上畫上八卦 然後翻過來 是不是 以白色的米白米就鋪排出這個榮型 大家其實大致可以看到他這個榮型 他這個鋪排很有趣 大家看一下 這是用兩顆蛋當他的眼睛 然後用這個管當他的鼻子 然後嘴巴就兩個盤子 啪啪啪這樣子 兩個盤子 然後耳朵就兩個 兩支湯匙 然後他的腳就是兩個銀罩 然後他的鬚鬚就是幾支香這樣子 他這個榮型就出來了 然後榮身他就會 榮身就會放這個九斬 就是九斬紅色土跟代表屠服九龍身 那還有兩支這個青龍服跟白女神 是不是 白女神 還有上面你看這個可愛的這個白女神在這裡 還有這裡有一個青龍神 那還有就是布服兩邊會有二十四碗生肉酒 就是生肉的 他是要記就是要記二十四山土地神 好 那最後就是這裡有個瓦片是不是 就是他掛有一個七星鋼的黑霧覆蓋 這個是大概他基本的配備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一次的步驟他等幾十一道 他就會在二十四通谷中的揭開 那大掌的話就會先刺劍 然後這個刺刺就是 然後用機關的血來刺服 讓這個活化這些水還有劍還有雞的這些靈力 然後接下來的大掌會覆鋼 然後踏過剛才提到的這個瓦片 霍族會濟邪煞然後被榮為榮臣開光 就是要開光 讓他們劃化起來 之後道長就會奉起與頓主新宮的諸神 還有宮嘴仙師到來 然後成九龍服來徒服九雷高尚大帝的書文 然後向諸神說明一世的墓地 祈求眾神上聖年冒犯 然後到時就會向中西南北周五方龍神租書文 如一渡檔然後電案請他們載 對 那這個細節其實看王秋櫃的 我都是從王秋櫃的論文擷取出來的 所以他寫得非常非常的仔細 這個書文的內容他也寫得很清楚 那接下來 北部的傳統就接下來就會射五方重租 就看到流昏他就是手持桃宮射向五方租 屈膽可能危害廟建築的這些屬以窮害 然後完成後就可以向教授人等發放鐵丁 錢幣五穀以求天丁靜財以及豐收友 好 那這時候大家開插在燈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 哇哇唷 對 就是租室在這個時候是非常開心熱鬧的 然後接下來就緊接著在台北的行徒 就是接近安隆刻意中最戒聖樹木的一段 也就是送白虎神 那這個時候大家必須要近聖父母就不能說話 然後道士會手持七星劍 他手持七星劍然後充滿插起一塊豬肉 以肉封住虎口 以金子蓋住虎顏 這個你看他的儀式就接下來 就focus在這隻這個白虎神了 然後你可以看他 他就押送虎神 你看他的眼睛被遮住了 然後他的嘴巴會有一顆一塊肉 他押送虎神到人間稀少的山林 然後就火化這個紫紮 然後就放虎的山林 相放之後道長就會避開圓南的路 然後回到廟內進行最後的安置龍神的提示 就這個 他就會 道長就會將代表秘龍的重要細物 譬如說剛才我們講的那個眼睛對不對 這個鼻孔下關部位就會放入這個陶 埋在正殿的下方或者是廟宅的後方 他們會先挖然後象徵虎地龍神入土歸位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最後也會在正殿的神攤上 安放放大腹四面牆壁貼上五方腹四領體 還有剪刀實際就是神聖的境遇你就暫時確定 這樣的一個過程其實是很精彩的 那傳統安隆儀式的結構呢 其實在王舊會老師的這篇文章 他就寫得相當的清楚 道士是以草洗背面所繪的八卦為中心 重新定下 然後他是後悔一連串的儀式流即去修 他儀式中有一個很明顯的結構 結構引擎 就是左青龍六百五 求三生跟生的三生 集會建設跟破壞的對立概念 是道教陰陽概念的具體運用 在這種觀念中的主要是 澱安象徵集成的五方龍神 而宋祖象徵衛煞的蠻明神 陽靜陰退 他寫得相當地清楚 然後我們從人也許的理論 如果進一步來看漢人的這樣的作法呢 如此左右伸手極善的儀式結構呢 就非常類似於李維斯托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人類學家 幾乎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類學家 大家應該也多少都熟悉他的神話學 就是李維斯托所說的 人類心智深層的二元結構 阿榮祖母正是宇宙秩序重新重建的 所謂的微型 Miniature 這個微型 為什麼需要這個微型呢? 因為規模說小可以讓觀者們立即掌握到一個 所謂的宇宙的整體 宇宙的秩序是這麼樣的大是不是? 但是卻可以透過這個儀式的象徵 在一個微型的一個象徵物中很快的 讓觀者們就可以理解到這個法則 所以李維斯托又進一步說明 他說微型他往往是透過自信的推理 而非感性的方式 所謂的秩序 自信就是陰陽邏輯 沒有正版 就是這個陰陽邏輯 所以這是一個自信的推理 好 那李維斯托這本在 《野性的思維》這本書所提到的 《野性的思維》非常重要 今年又重新翻譯 剛出版 就是因為它對人類的影響越來越大 所以今年又在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又重新翻譯 等一下我們在最後 還是會回來這個概念 就會離了這個概念 不過這些儀式的意義往往也只有道士 或者是法士 法士中小 那我引用李老師的論點 因為李老師告訴我們 按照道教制度化的信仁 這些禮儀的實踐 往往是經由教會傳授學習才能夠了解的 所以一般信仁包括被稱為教主人等的投家儒主 大多也只是約列的通巧大義 道士的神職身分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在人神之間的作為終界 帶教主人等完成溝通還有前奉的宗教職務 好 這是李維斯托老師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但是這樣的做法以及意涵在20年間開始有變化 我們要從兩位重要的推手開始台 就是李維斯托老師 李維斯托老師他沒有來 是不是 我都給他找到很好的御種海流 就是李維斯托老師他是1950年生的 因為我告訴大家這個年紀就是要五對 因為兩個不同世代的道長 他的年紀相當差別相當大 所以多多少還是要告訴大家一下 就是他們的年紀就是他是1950年生的 傳承之基隆重要的道士家族 那李松心道長然後他也是林拓派的重要的道長 那他呢從小就是劉根我看他的傳記 還有他自己的訪問他都說呢 他從小聽聞的道士內部非常複雜的故事 然後再加上他自己的性格呢 他還喜歡追根救人 一直呢他就站連心的時候 他就決定他不繼承副業 他要走向現代教育之路 不許大家也都知道了 他後來去念大學就是念藥學習 雖然劉根選擇不繼承家業 但是道教道士的家庭 還是影響了他生涯的抉擇 他從小的目的父親多次自律 這個現代醫學束手無策的急鎮 他常會講你如果去復分 他就會講他爸爸什麼什麼 讓一個什麼40度高溫的 把他腿是不是再繼續把他叫回來 所以他對習醫其實是新生嚮往的 所以他的分數他大學研考分數 其實是可以上課醫系的 不過他覺得這個不是他要的 所以他就選擇藥學系來救贏 希望可以有機會多多了解中西藥學 那大學畢業後他在基隆開藥房 但是他說因為他不在女人過往來 所以生意也一直沒有吃吃沒有突破 所以全能之下他在30歲左右呢 因為種種的紀律 他決定還是回到北京的身旁 那就開始跟他學做事 好 那經過女中西道長期的調教 女樓坤道長他平靜也就學法有成 然後做大學 然後他也在接下來 也就是他在1994年左右 他來到台北松山城隍廟的擔任祝廟道士 那此後的祝廟生涯呢 劉坤就不斷地引起 因為他自己特殊的經歷 所以他就不斷地引入新的中校服務方式 規劃出小型經常性的服務 以及定期的大型法會 那這個當然超然老師有一篇文 他就深入地在談劉坤的種種的做法 那他逐漸地擴大成荒廟服務的範圍 那我就滿常去的 因為離我們家只有幾站而已 我就常常去那裡看 那這是做人類學者 這很方便是不是 就是在你的生活裡面 那除了讓李道長的相對穩定的收入之外 他也可以觸碰承接法式 十萬人來到台北就不一樣了 是不是 從基隆到台北來到東北地區了 來到台灣的行政還有經濟的中心了 更利於他往外擴展 因為他是一個新的開始 新的基礎點 那以下討論的宋山慈慧堂建教就是其中一例 好 這個2005年的武朝清教大典 那宋山慈慧堂是台北重要的廟園 他鼻祀往後兩年 他從1985年建廟以來 他一直維持十年的教的傳統 那2005年他建堂35週年就擴大 過大舉行武朝慶教齊安大典 他那時候李松熙道長還在 所以就請李松熙以及劉坤道長過去主持 然後劉坤他就跟我講 他說呢 泰國有關安隆的基本的知識 都是從他那裡來的 所以我如果講錯 那就要怪他 不要怪我 他說呢 過去的安隆很簡單 他說龍神小小的就是整個教育 都一個很小的部分 並沒有很受到重視 這是他跟我講的 然後他說 但是這次安隆殿堂要在慈慧堂大殿舉行 很大 他說鎮殿跳高非常寬敞 他就覺得很苦思 他就說 那我們這個道教儀式去那裡 要怎麼樣才能夠配合是不是 苦思道教安隆的儀式要怎麼做 如果是一隻小小的人 那這樣子看起來不是是不是 所以他就在那邊苦思 才能夠配合慈慧堂大殿的氣勢呢 好 這就是他當初做出來的 那時候的道士團 剛好有兩位學生 就是藝術大學 藝術大學出現囉 謝忠榮 謝忠榮是老師講師 他當初是講師 還有裝備理的加入 所以他們就決定做出改變 他們要顯化 將榮生寫好 就再像剛才我們看到那一隻有沒有 就是很簡單的一隻小小 其實等一下大家就會看到那個 在大殿的氣勢 所以他就開始一千公斤的 一千斤大概是五百左右 就是一千台金的米 在紅台上排出一條氣勢攀坡的榮 那榮生金幣覆蓋 因為這個銅覆蓋不太好 如果你比較好的那個佛影 你就可以看到他真的很漂亮 我給外國人看過 他們都覺得真的很漂亮 就是榮的身上 你金幣全部覆蓋 會作為榮嶺 就是星光閃閃 然後榮生旁邊的白雲朵朵 就是白雲朵朵 然後朵朵圓朵 使得金幣更加從天火降 就是他開始藝術化了 然後你看這個就是大殿了 龍頭的正宗還寫上一個王字 代表龍王駕駛 龍王駕駛 呼應著職位堂大廳的理事 那米龍因此你看他在這裡 他把它擴大很大 然後你看他們在後面 就是他們在這邊做法 所以米龍成功地成為眾人的焦點 現在就不是過去那樣小小一隻龍 隨便就有啦 好 那所以就會成為眾人的焦點 因此慈惠堂特別將這條米龍保存 公信徒參觀 一直到教育結束才收起來 就以前就收收就趕快收起來 現在就是保持價給大家看 然後正當安榮的儀式熱烈完成 教育進入尾聲之旅 氣象局竟然傳來一個消息 就是台灣40年來最強烈的海風即將 驚喜給台灣 而且這個颱風竟然就叫做龍王 是不是 大家知道請龍神來可能會下小路 是不是大家知道 但是沒有想到現在請一個龍王颱風來 你會不會今天沒有來 如果他現在來我就請他現在趕快坐 是不是 需要颱風 所以呢 然後米大長說他那天晚上啊 就跟多堂主心情沉重地跪在大廳求天空 因為他只好龍王颱風要來 會把那些灑光光就是 外面就是場外的這些都灑光 所以他就說求而又求 但是二路歸 就是再怎樣提供都不允許 是不是 那果然捏捏起來看大廳的外壇全補 變少光了 籌備了很久的教育 遇到這樣的事情 大家都眉頭三錯 問問問問 怎麼辦 這個道長的法律是不是欠缺了 是不是這樣子 怎麼這樣子 做了這樣改變 就是因為做了這些改變 才有這個結果 是不是 然後我就問米大長說 嗨嗨那你怎麼辦 然後他說 教育結束發放功勳諜的時候 我就跟教授們說 感謝母娘慈悲各位善心大人 因為你們的善心與功德 使得颱風雖然進來 但沒有帶來災害 松山石會堂為台灣擔起了災厄 是不是 這是一句話 那大家那聽了就破壁的笑 還是我可以這樣 所以道長不重要是不是 所以這些反應了 逐漸裡道長的機制 唉他都沒有來聽 我為了 他準備了多久 是 我們因此也不難理解 為何他之後他可以逐步改造 就是一支做的一支從一千 兩千 三千 你看第二支就變三千五了 第三支變四千了 一支比一支做的更勇情 也更有藝術感 然後他也應邀到海外契隆 到香港做摩天大教 教導他們如何安冷 到了2018年 他已經有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台金 在岡山會風風打出當時最大的美容了 好 那另外呢 李道長在某個程 在道教知識的現場 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推手 為了進一步了解道長 李道長就到普蘭大學進出措施 並且拿到學位 那因為他接受西方科學現代化的教育 以及在各處我們教導道教刻意的裸演 李道長對於產世經典已經逐步發展出相當的能力 特別善於將深奧的道教義理化為淺顯一種語言 例如在道教儀式中 許多道教科以在內床舉行廟門深鎖 一般信徒不但沒有辦法參與也沒有辦法合資 但是他一直自立於拉近 就是道教跟信徒的距離 教儀東他不僅帶領教授如法道工一起講經說法 而且也在宣行這種繁複的吃的禁堂之後 他會走到電視牆 就是在馬安宮是不是走到電視牆前 向好奇的理工講解便回答疑問 這是李道長非常特別的 那這張照片 大家要注意看這張照片 他就說在舉行阿榮褻瀟的時候 他也會在儀式會上一個大型看板 然後這個看板 將複雜的安榮蟻瀟師式分明別類條列成數 大家因為這個我頭你記得看嗎 他這邊有1、2、3、4、4、5、7、8、9、10 分成10條 非常科學化 非常現代化 這些道教知識的分門別類 然後你看著他他當著道就是鋼咪是不是 非常莊重地站在那裡教導 也就是說他不只是在做這個安榮瀟師 同學看到了一個安榮瀟師 他還在安榮瀟師旁邊放了一個很大的 一個教學的圖板是不是 在教導他們以現代化 細文化 透過教導的方式將道教介紹的細文 所以在道教知識的傳遞與推廣上 道長無疑是一個先驅 也是一個重要的拓包長 他的確是第一個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到第二個道長 就是葉俊南 藝術也是藝術是不是 他很年輕 他比李道小年輕了三十歲 因為他真的很年輕 所以我們好像也很難 有時候我要叫他道長好像都叫得有點難 有時候有點尷尬這樣 因為他實在太年輕了 那我去安慶瀟的時候也發現 當地人跟他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總是就是非常的能夠接近 因為他很年輕 還有就是他的風格吧 應該是他的風格 那他的父親是以畸生起家 人稱林娜先生 就是他都是以無償的方式 服務幸福 那早期建廟先國公在幸福的街上 但是在1996年三千道獨降機啟事 要令者不必蓋廟 所以他就牽引到幸福相山地去 然後建廟派出全清宮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蠻熟悉的 我可能也有去訪問過他到那裡去 然後我們的業道長他自小就非常有藝術天分 高中在新讀念美術工藝科 你看他從高中就開始接觸美術了 受的是團統的美術的教學訓練 那二專到高雄技術學院念空間設計系 那時候你家裡在幹廟居然非常投入 他對於這個太豬玄青宮的建築 是非常非常投入了四度太豬 然後甚至到出國去拜訪這些名商鼓唱 是不是 然後父親就看到他這麼樣的投入 就安排他跟承接家裡法師的 突映塔陳四海道長學習 陳四海就是都更燦道長的大弟子 對 所以他是做派的人 所以他在23歲的時候正式拜師 好 拜天俊南他拜師之後呢 就跟著陳道長邊做邊學 讀美術的他一直很想把道教的氣勢 能改得漂亮一點 就是他覺得其實道教的氣勢 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他可以更加的藝術化是不是 那陳四海道長就很支持俊南 這樣的一個設計概念融入教育中 他常對俊南說就是我用台語念 就是說這有我的家庭去做這都給你擺 就是這個這都給你擺 就是這個米龍都給你擺 那他的鼓勵無形中 就讓徒弟更容易藏使 他就不像柳老師覺得 這個不傳統 那不能這樣擺擺擺是不是 他還是鼓勵他 那俊南就說 以前就是說以前誰敢養 養這麼多吃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人敢 因為去我們這排的養養 養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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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就會說 你怎麼這麼不傳統 你這麼大隻是在做什麼這樣子 你搞那麼大要幹什麼呢 那2009年 所以我覺得陳四海對他的影響 其實是很大的他的鼓勵 那2009年一個難得的機會就來了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也就是說所以居然可以不斷不斷的練習 那2009年一個難得的機會終於來了 文介會文資醜備處 從南投的收西心村也要遷到台中酒場 並且要將其整件就是擴建 然後秘密於台中創立園區 這個當然跟台灣的文化政策有關係的 那啟用的時候呢 文資主決定要以團土的道教儀式 也就是安隆泄圖來發揚台灣的民主 為新園區揭開序幕 這很特別喔 他們竟然在那個這個開怎麼說 開幕的時候是選擇的是道教的儀式 所以這個無疑是道教社群面對當代台灣 當代台灣 文資局是不是 就是道教社群面對當代台灣 然後展現豐富內行的大好時機 因此這場由葉俊南的神錫宮 就是葉俊南的老師的老師 就是朱昆燦道長主行的科医 就是朱昆燦道長在這個科医裡面 除了派出這個陣仗很大的道士團 大家如果讀一下那個宇族觀寫的哪一本 《安隆寫》大家就可以知道 他的道士團有非常地浩大 那也在牛設計上力求通過 就是力求更新 因為我們這是創意圓區是不是 不是一個傳統的園區 所以他就知道好 那所以這就是葉俊南做的 朱昆燦道長就請葉俊南來做這一支藝衣 那葉俊南說台中創意文化園區 是我第一次嘗試將你們變大 而且更加的藝術化 就是作品很漂亮 那他的紫紮的龍頭須有其他的藝術性 這個我說不准 宇旭潘來講最准是不是 因為他是藝術大學的嘛 那這次我引用他的畫 龍頭以籍古才會 以鐵線為價 外形古以布 奉法相同於製作古式的功能 所以非常的就是很有 就是很漂亮 如果這個他的人情 不曉得俊南有沒有留下來 應該有機會跟我們探獎 我自己都還沒有看過的 OK 好 那另外這個大家過的 這個藝術片就可以看到他這一張照片 另外葉俊南設計了 吊掛在龍森四周的大型護符 他特別請賢襲宮 都崑蔡 揮毫 畫出巨符的九宮符 好 以龍在大型的九宮符環繞之後的整個會場 就他會變起來 以前的符有沒有在地上 沒有在這裡 但是他現在 就是這個會場就變得非常的立體 是不是 非常的立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改造史的安榮 不只是道教的宣型 則一四場人也是因為現代藝術的元素加入 更加的接近我們的生活了 而且魔化起來了 如此精緻藝術化的展現了令人欣慰的是 並沒有引起道教前輩們 道教的道坛前輩們的非議 而是他們的肯定 例如這聖熙宮 朱昆燦道長 就非常稱讚他 那葉俊南告訴我說 聖熙宮那一次就說我以後 你一臉我兩臉了 就是說因為做得太好了是不是 連聖熙宮都覺得 哇 又這樣子 這隻龍實在太強了 並且還給我封號 閩龍大師 對 所以他鼓勵我說我的手很強 墮道士不適合都躲在道場 要好好發揮能力往前走 好 那因為 但是就是老師對他這樣的誇讚 其實我覺得俊南並沒有因此而忘記了道教 他反而會回來思考 怎麼樣可以保有你的道教意涵 他翻開我去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翻開安隆謝福的克益夫給我看 就指著裡面的告訴我就是說 八卦影響九宮戰散 他告訴我說這就是安隆的重點 就是要天地定位 那他就舉聖熙宮的教導說明 聖熙宮跟他說草習的八卦 以龍嘴中的那一顆九宮宮是最重要的 有了這兩樣 就是八卦跟九宮九恆正 這個是可見八卦跟九宮的概念 是他安隆的核心 安隆的核心概念原則 其他其實可以事情後來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所以這兩年來他每年因為這樣子一系列的 慢慢的你可以看到他變成是真的是米龍大師 他幾乎每一年抓一百支了 然後除了數量與米量開始急速增加出來 他也跟十股音樂團就是這些印度的團體合作 將米龍置入舞台表演 葉俊蘭說我與十股音樂配合 新生中可以做到一支樓 然後在他的音樂維生時 他就一邊抓一邊看 一邊抓一邊看 他的音樂結束的時候可以做好 所以跟其他的藝術團體也可以配搭 那經過一年又一年的練習 葉俊蘭的米龍的知名度已經大為打開 成為外界所稱的米地大師 那他如果Google一下 大家都叫他就是你用這個米地大師 這樣的四個字來稱呼他 兩線年2020年的受邀制台西製作的 顧國米龍更是他生涯的一個帶動作 好 不過我們還是先不回來 就是說2019年樹林季安宮去新 這個清教這個教也非常成功 就是在樹林季安宮地裡面 陳道長的這個請俊蘭去抓人的這個教徒 非常的成功 然後再加上新媒體的傳播 讓台灣廟宇更加注意到葉俊蘭 因此隔年當台西製條港安西埔在籌備教育 苦餘知名度沒有辦法打開的時候 在最後一刻最後兩個月的時候跟他聯繫 也就是他們每一個廟在做教育的時候 都很希望有人來關注他是不是 那用傳統的方式其實現在其實不太容易 讓外界注意到的 那所以他們在最後一刻覺得他們要借助一下 葉俊蘭道長的力量 所以在那時候就跟他聯繫 那經過俊蘭跟安西埔討論之後呢 他們就決定在一般的教理之外做一些新的嘗試 也就是另外製作護國龍神 來回憶2020年維新外疫情所苦的台灣 也邀請國家元首就是蔡英文跟賴清文 都來為你們開光 那由於廟中已經就是廟裡面 已經有張哲批道長去做教育 就是這個教育其實是有 廟裡面的教育是由張哲批來負責的 所以已經宣情了傳統的安容做的比試 所以葉俊蘭的護國龍神 就可以溢出傳統的教育做一些更多的改變 所以葉俊蘭道長怎麼做呢 他就以龍神為中心淡化下城 原本因為廟宇興修洞主 而必須去就是送禮的這個古上 因為張哲批道長已經做了 所以在護國龍神儀式中 就可以不需要重複 但是葉俊蘭也就是這樣子的 葉俊蘭就更動了傳統到安容儀式中的龍果病子 結構對上的模式 將儀式聚焦在龍神的身上 好 那用他的話就是這個儀式 以龍神為中心 他淡化了薩神 怎麼說呢 也就是這個龍神 他蜿蜒了230公尺 230公尺我那天去看一看大概四個籃球場 四個籃球好大 那個真的是很大 就是當他用了12天的時間 然後祭薩他用一個比較精簡 然後淡化的方式進行 祭薩的肉酒這些生肉酒在龍神開放之後 當夜就由他送到台溪的海邊出海 就會把上神送出海 那為什麼他要做這樣的改變 目的是什麼 人類學家很想問為什麼 一直問為什麼 是不是 好 那俊蘭就足度的 告訴我藝術的呈現 也就是說他同時也以五穀米豆 跪至四神獸 然後可以正守在龍的四周 除了這個龍之外呢 他又另外用五穀米豆 這個彩色的五穀米豆跪了四神獸 然後正守在龍的四周 那這四神獸他也做了一些改變 鳳凰 獅子 綺麗 提修 不是傳統的四神獸 而是新的四神獸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因為埃西府是鳳凰穴 所以他覺得他必須要回應地方的需求 地方的風水就是鳳凰穴 對鳳凰 還有現在臺灣很流行貧修 是不是 帶來財富的貧修 所以這個方式會讓地方的人 更加能夠理解四神獸的意義 所以他將當代風行的吉祥物也放進來 神獸的位置必須直接在地上放過 他在這裡跳過 因此更能展現聚名本身 就是道士本身的科班功夫 就是讓地方也可以看到道士是很厲害的 道士也可以做這樣子的藝術的創造 然後葉劉凰也沒有故事尼龍 作為道教宣型的 是一個道教宣型的儀式 他欣欣地建構了原本阿龍儀式宮的宇宙班 例如他在龍頭下哪有八卦的風水樓盤 剛才我提到對葉劉凰而言八卦跟九宮很重要 所以他就在龍頭下安的八卦 然後教廠周圍就懸掛九宮府 作為安正之一的文 然而如果我們只是從報銷的宇宙班 或是現代的免學來瞭解這條文 還是不夠 還是不夠 所以那他到底要幹什麼 人類學家再次的問他到底要幹什麼 好 他跟我講 你注意看 現在對白的人一個節尾到哀哀掉 以前他們說先死你這要做 現在他說你好嗎 這就是他遇到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這個非常生動 所以我特別把六臺語唸出來 你好是不是 好 跟葉劉凡來談話 很快你就可以感覺到 道教在當代社會面臨的總統挑戰 他非常的遊行 劉碑也是 他總會會想啊 知道知道知道 所以道教可以的反覆 而且不對一般人開放 使得道教始終跟人格成殺 那如何邀請人們進入道教的世界 成為這些這個新時代的道士 他們設計上的動力 所以他不斷地嘗試追求同貨 那居然就說我用最精緻的美學概念 去誘導群眾進來 讓他們看到宗教的價值 他不只是信仰 而是你怎麼跟他產生互動 有一種默契 就是那種互動跟默契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一步看 他的機關很多 我是一步一步把它拆開來 讓同學可以看得到 我們可以從葉俊男獨特的排檔 來進一步理解他的瀑布知識 他將米龍的道場空間立體化 大家注意一下 他對空間的概念很異樣 以前只是平行的平面的在地上 他把立起來了 他把這個空間立起來了 所以他把道場空間立體化 分為天地人三間 就是上 就是天地人上 中 下 那上界是虛王聖經 由道場中和三星道主畫像以及劍塔的神明呈現 那地上呢 地上是地界 就是有土地龍神以及四神獸在鎮守 那中間就是人界 好 這個是他一個概念上很重要的突破的地方 立體化 然後把它分成三層 好 大家注意看一下這張 就是說你看人在這裡 人進入這個龍神在這裡 會場中的特別規劃了這個U字形這個路徑 也就是他搭建了一座環繞龍神的七星橋 讓來訪的人可以走在上面環繞龍神 不是進入龍神 這樣的設計與傳統的安隆竊 已是由道士復職 與超自然多通 那信眾只是在後面兩天對牌的方式很危險不一樣 所以人已經進到這個空間裡面來 就是整個立體橋 接下來他怎麼設計 你看他怎麼逐步的設計 就是這種感官的經驗他怎麼能夠設計 第一個是嗅覺方面 在嗅覺方面這隻手是巨蟻的手 就是當來訪的人接近蟻蟻的時候 就會聞到一股清新的蟻香 蟻蟻 因為是蟻蟻 有九萬台積的雲林西羅蟻 你看他都用就地群子 這個因為我是有點就是那個感覺特別深刻 發散出來的蟻蟻呢 他也覺得哇 這是土地 這是土地安隆跟土地的關係 讓人們即刻可以感覺到土地的生產 結會以及崩潰的生命力 視覺當他們由左側墓上七星平安橋之後 一個不同的宇宙空間隨機展開 懸掛在步道有七彩的九公主 大型的九公主 既安正土地也撫慰人形 你看他們在這邊看 就是走到那邊 他們這個群眾就在這邊看鑄造長的服務 然後走著走著他們會先經過南城橋 就是這個設計很獨特 從透明的地板上可以看到腳下明亮的 六盞南城星光 為他們祈求雲獸 就是你會經過這個天空步橋是不是 他把天空步橋那個都溶解 你會經過這個透明的 天空步道是不是 然後這就是會談 你看這張照片 其實這樣是會拍的很漂亮 這個U型有沒有 續航盛盡在這裡 然後天空 然後這個是龍 好 在繼續行走的同時 人們可以近身的欣賞龍 如同山川落賣倉敬的造型 就是他的龍抓著真的很漂亮 很立體 就不會這樣軟趴趴的 是很有力的龍 然後龍靈上的金幣 就揮照揮映在白色的木 就是看到那一點一點的投射上去 加上由地面往上投射的米豆四神獸 使人們猶如置身於宇宙星河之中 天地圓存起 就是你在上面走 哪種感覺 好 然後聽覺 會場中播放著十股樂團的人生 因為他長情跟十股樂團 所以他就知道挑選怎樣的音樂 東東召喚著人們的靈性 葉道長則隱身在音控室裡 親切的語調簡短 但是不過分見聞 不過分見聞的 向人介紹米龍製作的故事 在下橋之前 人們又再一次走過這個透明的 這個北斗橋 看到逐下透明霸亮的七盞螢光 為他們請求消災解惡 整個米龍非常交錯的 覆蓄的改觀設計 為的是邀請人們進入道教的世界 好 剛才講的是白天 那晚上呢 晚上 因為晚上跟白天不一樣 安西府所在的地方是台灣西南地盤 大西是不是非常沿海的地區 所以漁龍人家一下晚上較早歇息 像我自己在做演練 那個九點以後不會有燈的啦 就是大家看一下八點檔連續 然後就會去睡覺 所以過了鼓勵人們前來 晚上的安排他就更有用心 在晚上七點到九點的整點 彥均然會親自到會場前 關於大家例如 他身著漢俞書名龍神與世神獸的製作 那那天晚上他就特別會播放人們的動畫 就是白天他不會播 晚上就有不同的招牌是不是 然後以視覺呈現宇宙的創始過程 畫面上會出現一隻龍 明空飛舞然後另外一隻龍 緊接的玩 氣化兩名然後四種出現 天地四方定路 短短的十分鐘就將整個道教的宇宙 通識斷呈現出來 接下來他會告訴大家 等一下大家就要上七星橋了 就是進入這個宇宙空間 鼓勵大家要用心感受 然後等到人們下橋之後呢 他會在會場前等待他們做Q&A 然後那時候的場面非常熱絡 能不能志祺吉祥嗎 我 我啦 一隻我就是 一直說我啦 因為道長很離開就會受我紀念 對 所以裡面的工作人員就告訴我說 道長的講解以及來訪者的雙下互動 非常的活潑 使得龍神會場變成非常有溫度的空間 好 所以米龍不是成為氛圍的能界 當代的安隆儀式已經比過去有所疼 以前只有地方的代表就是教手可以參與安隆儀式 但是他們還是站在道士的位面 聽道士的命令對白 就是網優對白 一般的民眾其實是很難窺究竟的 但是在安息府的龍神儀式中 人們不但可以參與 而且米龍儀式本身更成為一個氛圍的設計 提供步行在到橋上的人 以各種感應的經驗包括視覺、聽覺、嗅覺、感受 到道教的創始論 因此武業居然說他不只是信仰 而是理 就是每一個人 怎麼樣跟他有默契 換言之米龍儀式已經成為氛圍的媒介 道士 藝術家邀請人們親身參與 以自己的感官以及雙腳的移動 來感受土地的修復以及宇宙的佔創造 最後我們談談參與者就是參與的人 安息復活裡的在九天吸引了35萬 台灣1%以上的人口 各位還到這裡看過這一支龍 非常特別 那他的成功其實跟這個CF 我不曉得你們在LINE有沒有接到 我都有接到 這是他很快地傳遞出去 這個commercial film這個廣告影片的打響 就打響很有關係 他這個影片做得很好 很吸引 那另外因為總統駕臨 當然在政治上也是有加分的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尤其在雲林這麼偏鄉的地點 沒有總統來還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所以第一天 那就是總統來開放碟演之後的隔天 這個台信附近的年紀較大的長輩 他們都會過來請個平安拍照流傳 我的同事他在孔吳座田野 他就跟我說 那對我們口號來說 那大事 我們都會去看 就是他就跟我說 他們也都有去看這樣子 那第一天大部分都是年紀較大的長輩來 但是他們拍照就開始了 傳出去是不是 那第二第三天呢 就雲嘉蘭地區的菜蘭族 就是媽媽本來的菜蘭族 他們還有這個廟裡的競香團 他們就會相揪 然後我們搭一軟車就一車一車回來而已 然後還有一些經營臉書 然後YouTube的網紅也聞風而至 然後在美容前的就是做直播節目 然後那時候的會場前大家看到 已經開始排隊了人草多錢了 到了第四第五天 年輕人也來了 就是年輕人也來了 就是年輕人也來了 一群群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連口 有的是頂頭那個年輕人 是不是 他們就聽說這隻這樣 真的有聽聽聽 那他們就也來看一下 那這些人往往不是來拜拜 他們就是看一下 是真的這麼特別嗎 他們也想要來看看 那看完之後呢 他們看完美容之後不會馬上走 不是向導人家 拜拜的回家這樣子 那他們其實會在附近看一看 這個教練做得如何啊 他們可能想要知道安西府的其他的情形 所以他會留下來參觀安西府其他的教育的節目 遊行之中也吸收了一些宗教的不同的面向 那之後幾日來的人更多了 61號的台縣中華台西的教育道 卡車就是塞車是不是 就到這個台縣 61號台縣都塞車了 那這個時候安西府底龍已經的名聲 就已經開支散熱 分階層的人就豐勇前往 就是要大排場 還有那些我每天都來的死忠粉絲者 他每天都會來跟夜道場報道說我又來了 這樣 他九天嘛每天都到 OK 那最後一天晚上大家就一起羨慕 就是第九天大家一起羨慕 公眾龍神回歸大地 佈佑台灣土地角落 然後葉居然他在道士的身分卸壇 公眾列位神尊各歸天朝報座 那叫點結束之後至今到現在 我們已經收起來了 九天完之後就收起來了 到現在還是有訪客的洛逸前來 然後來到那裡就說 我們要看那隻女龍 就是這個名聲實在是 真的是外傳出去 包括我們淚學系那個 二月去做田野的時候 到那個原住民的部落 他們也有聽過我 他們就說 那那隻什麼西的 那隻沒有 所以這是安西服 就是西方的西的意思 然後安西服女王已經成為其他命 希望超越的對象 那很希望有夠蓄字代發是不是 下次要來做展覽的要超越的對象 然後影響了今天台灣的安穩的一次 好 結語部分 今天的整個討論其實 今天的討論其實是探討 當代道士如何不斷透過新的創作 來消融知識的分野 開闊宗教的境界 劉慈柏在有性的思維這本書 我前面也有提到這本書提過 神話與藝術的行動方向往往是相反的 神話因為它有一個固定的結構 就是音量的結構或者是就是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神話一個心智的結構 透過這樣的一個結構其實是建構的 人們對現象以及事件的理解 尤其是它有一個心理的結構 去了解現在發生的事情 去分類現在發生的事情 但是藝術就不一樣 藝術是從對象的事件中方 它想要discover 它想要探索那個結構是什麼 那我們看到劉慧葉俊男 對道教如何面對未來都有強烈的使命感 就是他們是對道教的未來 有這種強烈的那種怎麼說 危機感也有某一種使命感 所以他們就會透過藝術化理由 邀請人們進入道教的世界 使道教的概念疑似對一般人而言 不只是遙遠的存在 不只是只是在對白而已 你是可以更加的跟他更加的接近 那因為他們屬於不同的世代 他們的生命經驗也不一樣 所以他們實踐的方式 他們薛情道教儀式的方式 也各不相同 那劉慧道長因為接受現代化的科學教育 在安隆的事實上更傾向道教的知識 就是道教概念系統化 以知識傳遞或者是教導的方式來接近民眾 開拓道教在當代社會的影響力 那葉俊男他所受的是現代藝術的訓練 在美容的表現上結合聲光影音 以及新媒體營造氛圍透過膽觀經驗觸及人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代的道士 他們都是不同 具有不同權勢能量的個體 他們突破傳統結合自己的能力 傳統也是進入新的輔助 這樣的發展其實也是跟台灣近年來 政治經濟的改變其實是密切相關的 一方面台灣民主政治 提供他們自由發揮的土壤是不是 政治沒有介入 沒有介入 所以他們可以自己發揮他們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發展 將人帶給原生武力來到都市 就是都市化離開鄉下來到都市 那相對於過去比較穩定的道士行業權 吸刺激著具有時代感的道士能發揮天分 透過個人的品味吸引自己的客權 最後要跟分為理論做廢話 台灣剛在與英國聖經公會的風中 在分為創造中其實有它相似的地方 也有它不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就是兩者的設計 都是意在邀請而非堅持 就是邀請你進行 但是我沒有告訴你 沒有得到什麼就是邀請你 但不以事實不以事實的一些原則 邀請你進行 他們尊重個人的選擇以及隱私 他們的個人有一種有權是權 然而飛揚在英國斯文棟 就是這個廣場 這個shopping mall的廣場的風箏 意義與效果其實是更加曲折曖昧的 為了是能夠在氏族化的英國社會裡面尋找後期 以間接的方式觸動人們的人性 也就是在英國的社會 就是在西方的社會裡面 宗教的意義不可以太直接 要不然別人會來抗議 比如說你如果基督教這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市議會支持的 或者是一個shopping mall支持的一個活動 那如果你只是基督教 那穆斯林就會來抗議 就不會來抗議 就是說憑什麼 我們也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是不是 你這個是市議會支持的啊 所以他要尋找後系 以間接的方式註動人們的人性 但是在我的研討會裡面 我去年十月開的研討會 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宗教嗎 或是它是藝術的是不是 就會遇到 就會遇到類似別人在物理 那這個看到風箏是看到 真的是看到天使 還是就是哈利波特的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所以我才會做這個研討 就是我看到這個例子我覺得很高興 當然謝謝林正遠的邀請 因為我是也是在去年十二月參加威元堂 兩百年週年的談慶的時候 讓我重新認識了葉劉蘭還有劉昆道長 就是那個機會就洪發了一些想法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米隆呢 或是米隆在台灣 其實它是一個明顯的 非常顯化的宗教紀念 而且它沒有英文的那些護繫 它可以直接的就是它是一個宗教紀念 而且它因為有獨特的路徑 就是這個開索這個七星橋的設計呢 它有一個明確的引導 它是一個引導的路線 引導人們所以使得這個宗教氛文是有機殼值的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個效果 它每一個效果都有它背後的想法 立起來的步伏 然後這個七星橋的燈 是不是 然後虛無盛盡 它透過這個路徑的安排 把你慢慢顏覆一顧的概念 符印最後這個人類學的概念很重要 最近因為現象學在人類學裡面非常重要 所以我最後還是再討論一下這個概念 受到現象學影響的中南英國人類學者 基因格爾的研究指出來 人類對世界的理解往往不只是來自資性的建構 也就是像神化學那樣子資性的建構 而是透過走路的雙腳以及移動的身體 參與這個世界就是你的那個現象學 是不是身體在這個宇宙裡面的感受 而且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去拍展知識的知識 以及人的存在的動作可能 這個Being as a being 是不是 就是這個人 我們為什麼要存在這個設稱存在的問題 所以透過就是現象學不常做的是這種透過 Walking就是透過走路甚至是漫步 在這個校園裡面或是我們移動的這個moving body 去瞭解參與這個世界然後開展知識 所以英俊他有提到 宗教並不只是一套關於宇宙概念的信念 而是你如何與之否認 就是corresponding 你怎樣跟它否認 如此的論點幫助我們記憶部釐清了21世紀 安榮儀式的重要意義 作為分文媒介新時代的女兒 邀請人們透過感官與儀式的福利 我們在這個場合裡面 透過我們的感官這個儀式的設計在福利 以場拍的方式就是所謂的open-ended方式 來探索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的生存 在不偏離道教核心意義的基礎上 道士斜槓藝術家帶領道教走入群眾 回應時代也會有千年的宗教圖上心裁 謝謝大家 那個韋明老師 因為我們現場很多同學 因為我們示範也非常好 他自己的研究脈絡 比如說12月才認識人 現在才4月已經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真的很不簡單 對 我想他當然也講得非常好 你說意在邀請而非堅持 我覺得今天這個失敗 也給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啟發 不同的宗教領域 或者是不同的學科領域 對 我想現在的時間希望多討論 我們就開放 有沒有誰有問題 我們現在可以直接開放討論 我認定就是這樣 那個我認識劉昆比較早 就是開始系統訪問 他是去年6月就開始了 但是把劉昆跟葉俊男擺在一起 是的確是12月的事情 因為我沒有想過要把他們擺在一起 那是因為我到南部去 他們的到 因為我本來想要研究是另外一個網路 但是我去南部的時候 他們也一直提到葉俊男 然後提到葉俊男同時又跟我說 一定不可以錯過劉昆 所以我以前沒有想過把他們兩個擺在一起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引發給我的建議 引發就是說這個南部的人 其實都對這兩個道場贊助的事情很熟悉 所以還是有一個比較會讓這個研究更加的完整 而不是只針對一個人 那我覺得這個引發這個建議很好 對 很可惜他今天沒有來 不然也可以聽就是他對這個安門也滿熟悉的 我可以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那個林老師做得很精彩 那我只是說把我看到的一些現象作為交流 第一個就是說 感覺上最後葉到是他的動用的技術層面 他到最後會變成一個團隊 就像我們今天看到很多的陣頭 他們在改變的時候 他們會變成一個團隊 那這個團隊裡面的人 大概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譬如我們知道頂陶 很多那個年輕人的頂陶自己找到 他變公主 他自己去發言人 然後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感覺上這個會變成一個團隊 那團隊裡面的代理者 他的宗教的身分 跟他們的這個關係我就會很好奇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看到哪個情況就是說 佛教台灣佛教剛剛那個大陸去的時候 他們也剛剛開放 那一般人呢 進了那個所謂的廟宇 他們因為前面沒有那個宗教的指示 他們不會拜 但是台灣的團體去的時候 他不能蓋廟 他蓋博物館 結果他們走進台灣的佛教的博物館 開始在拜佛 修理 報佛 他不覺得他那個傳統的廟宇有宗教性 但是他相信在台灣的那個博物館裡面的 那些佛像是有宗教性的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你在什麼樣的場合裡面 你覺得這個地方是遠來的和尚會 靈靈或是怎麼樣 你會覺得他很有那個宗教性 那我們可以看到甚至有些大陸的廟宇 他們最後是把那個佛像變得花花綠綠了 也沒有什麼藝術了 這是花花綠綠 然後那個我們的藝術 所謂的是比較古朴的那個形式 所以他到底在identify什麼樣的 是一個宗教性 那第三個我很好奇 就是所謂的這個傳統的形成 一般人對於這個儀式 他簡單來講 他是他不需要去了解這個儀式的內容 可是儀式有一些節奏 就是我在每年怎麼時間舉行 那我就是去參加 一般來講這個儀式對他的構成是這個節奏 那你現在是用一個事件 用一個事件來做 這個廟他也可以用選時間 而是選一個事件的場合 就來做這個儀式嘛 所以他現在是用這個事件的這種漂亮 事件的特殊性去取代那個節奏 那這樣子的話 他有沒有辦法去形成一個傳統 怎麼樣就變成他的一個傳統裡面 那我覺得是不是某一些道教的儀式 你還是不能把它變成這樣子 因為他還是有些基本因素 像你這個因素你全部開放 你第一個 你如果我不捷徑我也可以去參加嗎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是不是某一些 某一些道教儀式才可以這樣子做 而且他怎麼樣跟原來的那個傳統 那個傳統的脈動去結合我很好奇 那我覺得這個方向可能會越來越多 我們越來越多人參與 還有現代的科技 聲光效果什麼之類 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但是我就是這些問題請教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我覺得這三個問題很好 我還是倒回來 對 那個還對那個讓葉君來講 因為我沒有問到那個仔細他 他也很神秘 他不是很不好 等他覺得訪問道士很清楚 那道士都是這樣 比你這樣更緊 對 對 對 我剛才這個 presentation 你知道他問他幾次 他最後才講出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是很多要學習 就是人類學校道 我們面對的是新的道導人 所以在某個很難 必須要更厲害 就是更道士的關係其實是很大 就是不容易的 就是比我前三面對一般的人的時候 更加不容易 好 那所以等一下再請俊仁可以多講一下 節奏的問題就是第三個 就是說是不是某一些 是不是某一些怎麼說 某一些小朋友 是才可以做這樣子感動就是變動 那有一些很可能根本就很難 那我覺得是的確是這個 但是我覺得是或不是呢 其實應該要由道士之情來決定 也就是說我覺得在俊南的這個例子裡面 他自己是抓得很穩 就是九宮跟八卦 那這個也是 因為跟昆燦道長有一個討論是不是 就是說他在簡化這個意思 他在簡化某些 就是他在精簡某些意思 然後把某一些意思做出來就是變成重點 他在調整淡化哪一些是要淡化的 哪一些是要變成重點的 他其實是有他自己的原則 所以他在做每一個儀式的時候 如果那個只是石跟石骨在表演 那當然不用 他就結束了 他十分鐘也可以抓一隻 但是你看他一個道士在這種事情的時候 他要抓得很穩 因為我多次把問他他會跟我說我是一個道士 就是說他也是一個道士 他也是一個藝術家 但是所以他在做這些 哪一些要抓得很緊 哪一些是基本原則 哪一些是可以隨著情境而改 就是Modify 他其實有他自己的原則 那我覺得這就是最難的 就是最難的部分 尤其說你要怎麼樣做 你要還可以要說服道業 就是怎麼說同道的人 讓別人不會這樣來批評你 就是說你好像只是在做那個 你知道嗎 就是只是在做那種展驗而已 所以他 他我今天也有花一些力氣在講說 他怎麼掌握他自己的原則 那所以我覺得的確是 就是說魔性儀式是不可能改變的 比如說這個儀式我覺得 是在眾多的就是教育裡面 因為他比較小 然後又很閒段是不是 所以他就可以慢慢的獨立出來 然後再像張哲平做 所以他就他有一個空間可以讓他好好發展 就是一個正統的部份已經做了 樹林鑑峰一直是這樣 就是在鑑峰裡面做一次 然後在那個花園裡面 就是菜市場裡面再做一次 那所以那個意涵就不太一樣 那只是說我覺得 居然在掌握那個原則的時候 他是掌握蠻清楚的 就是他在做 你看他都不會沒有送那個送禮詐 他還有送禮詐 是不是 所以他那裡也不能夠說他沒送 他基本的原則還是掌握得很好 那大概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對道士而言 他要去回應這個當代的時候 他也自己要自問 要問自己 哪一些原則是他這個門派 譬如說流柱派 他自己要贊給我 我要能夠 他也要面對朱芬燦是不是 朱道長 朱大道長的這個 我相信他如果做什麼事情 朱大道長就跳出來說 你這個 所以他們這個門派 要怎麼樣去把自己的原則確立 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俊男在這件事情上 是有罪服我的 但是OK 我們等一下再談 然後我覺得 第二個問題就是博物館 然後博物館跟廟的關係 就是那個博物館就是 就是博物館 就是他沒有可能沒有 有沒有開光也不知道是不是 然後他有沒有做那個科醫 都不知道 但是我記得李老師以前有講過嗎 如果臺灣的廟沒有安隆壽 有人跟他鼓勵嗎 就是說這個是對於臺灣的廟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是 所以他就 他已經做了安隆壽 他就不是博物館 就是你知道他都做了這個儀式了 他就不是一般的博物館嗎 OK 然後所以我覺得 這個儀式也負你他臨力 就是這個你做這個教理 你做這些儀式 事實上也讓這個廟就不只是博物館 他同時也是廟 所以你看現在的廟的做法 他也同時要經營博物館 是不是 難怪這已經這樣在做了嗎 安隙壽也慢慢也想要這樣做 大甲也這樣在做 就是他想要多元的經營 他想要有更多的客權 符合當代 就是人家來逛廟的 不是逛廟的 你有零敗法 他就可以去逛博物館 然後他一個下午 那個父子都有就是全家都可以玩到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儀式 道家的刻意反而在這個點上 就會發揮他的作用 如果你真的有經過儀式 經過道士來進來做這些刻意 我們就會認為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宗教的建立 而不是只是一個博物館合理 他最多我技術的成績 那那個我不知道 所以那個你要不要講 林教授還有林教授 還有鄭遠教授 還有我們那個 教授好 那個剛剛我有特別去注意到 那個您剛剛說的那個建構的問題 第一個是團隊 其實我比較特殊 基本上我們是在 道士團隊當中的 其中的一份子 那藉由北部的林措 或者是劉措的 各個前輩的先險 那就包括剛剛那個林 因為林教授特別有提到的 這個樹林健安公這個例子 我也判例 那一直延後到 可能我們往前推的 這個國資 或者行政院的 新莊的辦公室 整個安榮洩土的理事架構 因為這上我都不是第一受惠者 而是我是在 道團的團隊之一 幫他們輔佐 那將我們這個 道教文化的 尤其是這個米農的這個概念 把它詮釋的比較完整一點 那這個就是剛剛 叫做您所提到的 團隊的架構的概念 那可能有幾次基本的這個 道友的開口 那第一個 不給我們去營了 第二點也覺得我們手裡 還算流流的可以了 那我們就將這個 道團的這個架構 把它做一個分支 那只要道友們開口 居然做得到的 一定都是力挺相助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可能 我平常說這邊 在我們分析這個場域的過程當中 他沒有特別去提到說 安息的這個焦點 它是因為什麼目的而建造的 所以你會認為說 這裡是怎麼會莫名其妙就出現在這個空間結構裡面 然後會吸引這麼多人 是不是這個 大概是這個異位 因為我意思說 他我們別人可以學 別人可以學是 越做越大 對不對 其實早期的 在我們的 北部正義道法二門的這個派系裡面 安隆蟹徒 其實他基本上都是在指列進行 因為害要接止 那你要去考慮到說 送這個白五神煞 比較夜深人靜 有這些除惠 這些凶煞 你要懂得怎麼樣 叫做屈己必修 尤其在新竹的這個客家道裡面 他就非常著重 欸 稍等的神心要來送這個白虎索 所有的人呢 要趕快回家 把你們的電燈都關起來 那我們再來進行 所謂的送這個火索 出這個聽口 那你是宅神的胸上 還是廟宅的胸上 那個是不一樣的概念 就像現在人會把這個送肉粽的概念 其實新竹沒有這套邏輯 這是北港的那個概念 欸那個 對不起 是彰化的那個概念才有 所以很多的儀式的稱呼 慢慢都已經被慢慢轉移了 剛剛我們有去提到說 這個部分是因為安息福 他為了要見這個七朝的清教 那清教的過程當中 他為了要安謝這個左右兩邊 所增見的這個廟 他沒有做一個聖土的動作 但是一個希望中這些靈 會被大家所看到 而是變成一種視覺的聚焦 那在聖土到兩個月的過程當中 透過很多人打電話來找到我 問我說有沒有辦法 能夠做出這樣子的突破 那怎麼樣去把這種場域變成一種視覺的 可能Slogan的它的主題性的一個叫點的主題的場域 然後讓人與人之間能夠把信仰跟人產生一段時間 那把人留在這個地方 那我就跟他做了一些變化 那也好巧不巧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他們還沒來早上 我在三年前十股集樂團 為了他們這個應該是20年的大創作 希望說我能夠把這個米龍 在短短的7分鐘內呈現出用一種藝術 還有一種視覺觀感的對焦 把它變在這個藝術舞台上面做一個表演跟詮釋 那結合他們的古樂 還有我的這個米龍的創作 那在最後的ending呢 形成一個聖與俗的結構空間的變化 那也得到非常大的迴響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這個博物館的這個概念 這個是我從小就夢寐以求 因為本身讀藝術系嘛 那你都一直希望說 拜完的廟物啊 不只是一個祭式的場域 而是它是活生生的美術館 那你看可以到馬雲宮看到對場座 也可以在我們新竹的杜臣王廟看到對場座 有這個張全的這個工藝師彩繪師 那感受到這種廟宇的不管是雕糧畫動 或者是彩繪要告訴人民 人們的這種你來我廟裡 我讓你感受到一種生活空間的聖跟署 就是你到了這個場域之後 你都可以感受到這種 這種神聖的氛圍 所以我就將這個短時間的 這個教壇的護國壇 龍神的這個教壇 把它變成一個很現代化 那也很八股的一個空間 因為我保留了最原始的東西 只是把原始的東西放大 那放大了之後 我用視覺的顏色去感動人形 然後讓這個白色的東西 變成了七彩 那用一種那個彩色的哲學的理念 跟立體層次的這個壇場的產域 這個是被朱建成道場 跟我們曹蘭老師影響到的 在我們那個大中間 建教的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這個三層壇的概念 其實我一直耿耿於懷 就是希望把它變成很立體 那再包括跟鄭雲老師 你知道我們到香港其實很可惜 我去到了第三天之後 我們家的小寶貝就省了 所以沒有辦法把這個 飛燕洞這個七天的教典圓滿 那這也是滿可惜 可是我們也把這個台灣的 原始的宗教安隆洩徒 也帶到了香港去把飛燕洞的 這個49天的這個教護 也把它完成 所以其實都要感謝 載者的所有的前輩 他們把好的歷史文化留下來 那我們只是手比較多 感覺比較漂亮一時而已 那不外乎也是希望說 在不同的世紀 因為人民就像我 我跟林教授有討論到 財神啊 這手都是要去抓多久 那手這麼爽的 那種感覺讓人覺得說 你不能再用這樣子的氛圍去 去影響後面跟隨的行走 而怎麼樣讓他生意極淨感受在 這個儀式的氛圍當中 所以我們開放了 但是我告訴你 你進來之後 你必須用怎麼樣的一個心情 來體會這樣子的宇宙空間 過了這個平安橋 上了這個階梯 聖跟鼠就不一樣 那不管你有沒有捷徑 或者是你乾不乾淨 但是你必須要目守念香 心存善念 那把這個不好的這個晦氣 就在這個門口 從聖跟鼠做一個借機 進到了這個天界之後 你感受到這種宗教的新的氛圍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希望這樣子是OK的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比較不錯 其實剛才委屏老師 剛才問 對不起 有沒有辦法問 請一下 林教授 各位老師好 我是正大的中文所說史上 現在也在修宗教授的課 那謝謝老師的這個演講 因為在紀元橋之下 我也一直讀老師的著作 也有在去年十月份 也有到老師的那個研發會去 去聽講 也開始對於宗教的媒介 跟氛圍這個 這一些概念 有一些很深刻的 就是有一 已經喚醒了我的一個興趣 那我的問題可能就是回到 老師的這個關於氛圍的這個概念 就是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想知道 老師曾經在文章裡面有提到 氛圍的作用就是要喚醒 人類的這個無意識的情感 但是這個情感其實是很難去 具體的去評估它們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訪問 那一些來參觀這個儀式 或者說參加 參觀這個宗教活動的人 說你到底獲得什麼 或者說你感受到什麼 那我不知道就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 這個宗教的儀式 像是安永世伏的儀式 它最後帶給人們的 會是到底是什麼 喚醒那個情感到底是什麼 不是說是 比如說算是比較好奇 就是喚醒人們的好奇心 還是喚醒人們對於美感 藝術美感的那一個 那一種感動 還是說它是真的有喚醒到 人們的一種宗教上面的 一種靈性的體驗 這些這些感受 它們是一起 它們是一起出現 還是說它們是逐步出現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是關於氛圍的氛圍方面 就是什麼樣的宗教儀式 或宗教的現象 是具有 是真正具有這個氛圍的效果 就是傳統的那一種的 安永世主的儀式 或者說是現代的 經過教室環的這個 跟現代的這個改造過 或者轉移過 或者這個儀式 這兩者之間哪一個是 真正是具備那一種氛圍的儀式 謝謝 謝謝這位同學真的很認真 我們十月在那個空中那天 那個位置 那個場合真的是很不適 因為那個是一個 藝術表演的地方 很被我們學校的那個 音樂系老師騙去 結果 這藝術家真的跟這個 學者真的是不太一樣 那很感謝同學還是可以在那邊 待了一天 那個沒有桌子 所以大家都 因為他是要表演 所以大家就只是坐在那裡 然後再那個 把電碼放在那個兩隻腳這樣子 都過了辛苦的一天 所以還可以留下來真的是很不容易 好 那你問的問題都非常切重要點 我也希望透過這個機會跟大家澄清一下 正如我剛才所講 就是說同學問的問題 是我們在那一次討論會的時候 很多人問的 就是說如果他 如果這個真偽中腳 或是像大家回想那個天使好了 那個天使 他在天空盤全呢 死一隻站在那裡 不是一隻喔 是死一隻 站在那裡的時候 那他眼裡的那種震撼 或是說他 或是說也不是震撼 在某個層面上 他是用這種間接的方式跟你互動 就是用這種間接方式跟你互動 所以這個作者也提到說 這是一個unconscious effort 或是就是這是一個無意識的情感 那什麼時候會有作用不知道 但是他們任務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走 就是他們任務直接來跟你講 好啊 就是你在連在街上發聖經都沒有用 那來到教會參加 就是來逛彌撒或是來 你可以在西方看 我每次李老師也是很清楚 那你禮拜天在西方 我都去多次的人看 後面很少人去教會啊 是不是 那現在請教傳教要怎麼樣傳教 才有他的效果是不是 所以他們才會想其他的方法 各式各樣的方法 這當然只是其中的一個方法 然後他們希望透過這種靈性的體驗 或是你那個那種體驗 到底是什麼 其實也沒有辦法確認 就是剛才那個證人有抓到這個 就是說他意在邀請橫非堅持 他的目的就是這樣 他是邀請你來啊 那你可以 所以我已經超然那個那個誰 俊蘭的例子已經更清楚了 他整個路徑的設計其實是精心設計 那那個天使那個 那個更是如何發散是不是 但是如果俊蘭這個路徑在西方 大概就不行 因為他更是俗化 所以他是要關縫細的 他就是在你Shopping之間 然後那他邀請你進來 那有沒有什麼作用 他沒有想要impose something on you 所以他已經不是一個神話的架構 他就是邀請你進來 然後你可以體驗到什麼 那是你的感受 但是俊蘭的這個路徑的設計 我覺得就很清楚的 就是一個比較宗教分文的設計 那這個趨勢呢 為什麼這個趨勢越來越重要 就是他跟當代社會的心靈是很接近的 就是說你現在年輕人 比如說我在我們系上 幾乎都沒有學生要做宗教 好慘喔 那系沒有人要做宗教 那大家都要去做社會運動 就所有的小朋友 就是他不會覺得宗教跟他有什麼關係 就是這個世代是更加清楚的 如果是40歲 50歲以上的人 那是不一樣 那這個世代的小朋友 他覺得這個宗教跟他很遙遠 就是很遙遠 所以你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接近他們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有現代感 就是現代意識的道士 他就會意識到那個問題 然後他就會做一些設計 把年輕人邀請進來 但是你沒有辦法透過一個固定的方式 你反而是殺亡的方式 他在做殺亡的方式 那我剛才跟大家講 這個correspondence這個書 就是紀念才出的就是福應的這個一書 他就在講說現在的就是福應 你要怎麼討論福利 那他你要先知道他那個過程 或是他那個設計是怎麼樣設計的 第二個就是你要知道他的 他往往是open-ended 就是說他有時候就是SARS 那就是靈光乍線是不是 所以說他說open-ended 然後第三個他往往是blogical 就是說他是一種變正性的 然後他沒有fixed destination 就是我的這個設計已經不再是像過去 要讓你很清楚的知道陰陽是什麼 要讓你知道什麼是什麼 他反而是會做一些調整 然後跟當代的前進結合 但是應該有的我覺得距離還是都有 就有去設計出來 所以他有在引導你 但是他不要再用你那種直接的方式來規定 現在小朋友最不喜歡規定你是不是 他就是在引導你 還滿滿的 那你可以得到什麼 我覺得不是他那麼樣官品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做法 反而是跟這個世代 21世紀尤其是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就更加貼合啦 就更加接近他們的心理 但你第二個問題也問得很好 就是說什麼樣的儀式才具有氛圍 那我們的這個氛圍宗教 你在場裡面也很清楚啦 就是說其實氛圍是所有宗教都有的 那個element 那個元素 也是所有宗教都有的 你看我們那一場那個衛兵人 那一場演講就很清楚是不是 就是說他在講那個洞天的概念 也是有那個聖形地形 就是往往宗教的怎麼說 聖地都會建在一個非常 我每次看到這種宗教的怎麼說 廟宇或者是聖地 他的地點都有沒有那種莊嚴 有沒有那種宗教性 那種宗教性都很常 我每次坐車都覺得 哇他怎麼會建在這裡 最好的風格被他拿走 有沒有那種聖形地形抓到那個很清楚 所以分為一直是宗教 因為你那個樹木章顏的神情 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那種章顏樹木的這種怎麼說 那種心情其實是早期的宗教 他就是會精心地去設計 也是他的一部分 但是在當大就更加同學 就是在這個例子裡面 你看那個李如昆的那個例子 還有俊陽的這個例子 他就因為早期還是有那種 他就做這個比較導引你向知性的 就是這種陰陽嗎 或是這種概念 但是現在我覺得他是discovered 就是說他要發現那個是什麼 他沒有一個確定的那個結構在那裡 就是氛圍的創造並不必然一定要導向那個 就是怎麼說那個effects 可以比較發散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就更加的 你看他的感性的設計多麼強調 就是說他那個而且他藏起來 他更加的藏起來 以前還顯化喔 就顯化得很清楚 就是說陰陽對戰啊是不是 然後神煞這個這個很清楚 然後你看他現在就藏起來 然後他希望 他希望你看到可能藝術的成分 或是你希望看到其他的成分 讓他不要這麼明顯的 這麼樣有目的性的 所以現在就是比較有目的性的 我覺得是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他跟當代二十四 二十一世紀的人們他那種 他資訊已經非常的充足了 所以他不想讓你在給他什麼新的資訊 他希望你讓他開放讓他去學習 然後讓他去肩負 那我可以學到什麼 那就由我來選擇 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那個精神 那就跟傳統的那個氛圍的比較 他的氛圍也是要去強調陰陽的對戰 然後神煞的區變 但是他要把那個氛圍 那現在就是 他會藏起來 然後也不是那麼清楚的 導向那個二元的神話結構 OK 老師給家豪先問是對的 我問得很好 我剛才可能要補充一個小的點 我說玉智老師 大概問了第二個問題 其實他是或是在宗教系 剛好那個家豪也很困難 但是玉智老師講的問題 應該是不是更生意 我覺得 因為我們在泰國 一直都長時間也不得站在北京 因為老師講說 歐教 臺灣國家還去了中國大陸 重新開始 但是比較 對 沒有那種感覺 另外一個問題 對不起 OK OK 所以可能這個 可能 如果可以淘汰 我們老師有沒有在中國大陸做 類似的研究 都是只有在福建 對 也沒有關係 就是說他們在宗教恢復 其實居然這也是有點在傳統在創造 也是有點重過存在 但是中文大陸的情況其實不太一樣 但是可能跟今天的主題沒有太深的關係 就是提醒大家 因為其實還是有點不太一樣的問題 對 好 那我們再開放一下 關於今天的主題有沒有 誰有問題 有嗎 來 來 其實我本來應該多讓你不再做講話 其實我跟我比了很多機會可以打 但是我今天還是收穫很多 雖然我跟他談了很久 我覺得今天我對於氛圍宗教 其實我一直追問他到底什麼是氛圍宗教 氣氛 宗教場合總是有氣氛的 總是創造氣氛 你的氛圍宗教到底跟氛圍宗教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剛才那個 比較好 就是同學提過 跟偉平老師其實今天比較有脈絡性的事情 我在想也許我們是不是可以這麼回應 這麼理解 第一個就是 在西方宗教已經被世俗社會給排除出去 似乎宗教打算再反攻回去世俗社會裡面 但是他不能明目張膽 他得用一種戰略性的模糊 或者一種制度性的行銷 回到世俗社會裡面去 所以你說他把它藏起來了 你說他不讓人家看見 可是如果比對你的例子 你的例子不管是俊南的 或者是旅遊溫道上的 都還在宗教場域裡面 他不是一個世俗社會 對 所以就會讓我們疑惑 這不是一種反攻 而是一種傳統宗教的氣氛或藝術 更溢出他的領域一點點之外而已 而不是一種宗教回到世俗社會的反攻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連到一開始 林老師一開始就講了 我覺得這是非常關鍵的 就是整個現代社會 社會分化以後 有多套的世界觀 世界體系 意義體系 並存在這個世界裡面 宗教不再是像傳統的社會 或者是村落社會 它只有一套共同的宗教系統的 在這麼多元的宗教系統底下 為了平等 所以大家都不應該讀出哪一個人 這種分化的結果就會造成 傳統宗教是意義體系 而且它是非常堅持自己的意義體系 要推口自己的意義體系的 但是你說的氛圍宗教很重要的是 它意再邀請我被堅持 就是它在那麼多元的意義體系底下 它不能再堅持自己的意義體系 它只能邀請別人來看到它的意義體系 對 但是它看了以後 它可能截學的一部分 它等於你看這個系統 又可能又跟另外一個系統又混雜在一起了 所以當然這不是你的問題 我們會關心的是 它把這個東西帶出去以後 它又跟其他的傳統傳統怎麼被混搭在一起 那最近Eorex提到在美國他們有一種叫 Living Religion 就是生活宗教 就是宗教已經不再是像我們說的 宗教是一個完整的系統 你只能接觸這個系統或接觸那個系統 不是的 它們是有很明顯的混搭的風格 那這種風格是不是也跟這種現代化 社會分化所造成的結果 另外我得到很大的啟發 就是你今天提到那個福音跟探索 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探索 就是那個Livis Torah的那個探索 就是宗教提供的是一套的價值 世界觀或意義系統 但是儀式 人們通過儀式去福音這個系統 或者是探索這個系統 你所做的安榮儀式 其實就是在幫助人們 參與的人探索那個系統 但是那個系統跟 到底世界觀是什麼 以及儀式過程裡面哪些安排 是幫助人們服用或探索那個系統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也許以後可以關注的更多 最後我講一下 我跟文明老師合作 我發現有一個很大的鴻溝泡不過去 就是他一直看著信眾 我一直看著道士 對 所以他會關注到這個問題 他會關注到信眾的感受 氛圍這東西 對我們來說 我永遠看到道士的符號 象徵符號系統 我從來不管那些走在那裡 我覺得他們就是不懂也不了解的人 就在那邊走 在那邊走 然後就是到老爺 超 就是到老爺的那一群人 可是人家提醒我們 宗教是由他們可能大多是由他們組成的 就是信眾組成的 他們佔很大人的比例 很大的比例 而且他們可以把宗教放棄一點 OK 謝謝 我可以再講嗎 好 謝謝趙良 趙良的其實比較不是問題 是一個回應 就是comments這樣 也解釋得很好 就是反攻 因為我去年10月同學有去參加這個 喔 我們被攻得好慘 但是我覺得研討會的目的在於要很成功 就是有很多問題反而很好 那我們在出版之前把那些問題解決掉 那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覺得開發結果就是在正元的 兩百周年的這個會議裡面 就是那時候我本來不是要做這個題目的 我是想要研究陣線 就是另外一個網紅 但是另外去訪問他之後 我覺得他也很適合做研究 但是他要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做 那反而安隆就是因為剛才那時候 那時候又坐在葉俊仁的旁邊是不是 好像是李老師叫我去坐在他旁邊 屁屁那坐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才開啟了這個的可能 他本來也只要研究他 但是後來跑去找銀發之後 應該會跟我說這個不行啊 這個還是要有南北的兩個 就是說也不能說南北 就兩個不同的派別吧 或是說不同的做法 世代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做法 擺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比較 比較general就是一個完整的pitch 那這兩個人都被談到常常被談到 所以我才會很急著剛才為什麼這年說 好像四個月就寫過了這樣 的確喔 我就給你了我想說的話 因為那個論文集一定要有一篇文章 他比較真的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因為他有這個路徑的設計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氛圍的掌握就比較清楚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分為他這個U型的設計 他路上的每一個機關都很 在某個層面上你可以一步一步看 那風箏的那個就哇 散開 就是散開 所以他就很難 很難就是更加的曖昧不明 但是你如果質疑他 他就說本來就這樣 西方就這樣 他就故意要這樣一一一 問他他也導不出來 他就說我們本來就是要這樣做 我們就是要斷那個縫隙 讓你好像 就很像現在愛情就很曖昧 然後摸索這樣就好了 對 那所以這一個例子 這個巨男的這個例子在某個層面上 因為他這個路徑的設計 其實是比較清楚的 那因為這個路徑就才讓我感受到 這個Timing Kong的一個做法很重要 就是這個漫步還有這個走路 就是你那個人在這個 人對宇宙的重新的理解 怎麼透過一個摸索 走動的過程 那現在的小孩子更是輕快 因為他有很多他可以學習的 他不見得要在課堂來給你上課 你要教導他什麼 他也不見得要給你教導 是不是 那他其實是透過他生活中 他透過不同的連結或是科技 在重組他自己的宇宙他這個世界 那我覺得道教在這件事情上也是參與了 就是說參與了這樣的一個 就是做了這樣的感應 但是也更加的跟這個世代結合 所以我才會覺得這篇文章就是我很快 不是說很快寫出來吧 其實滿就是過年幾乎都沒有過年 就是這樣就是一直寫著寫著寫著 就是說因為relation很重視那個 理論框架要拉出來就是 那一定要拉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們跟道教研究很大的 我覺得道教研究其實很重視經典的閱讀 跟那個詳細的閱讀 那在人類學裡面 因為他要面對不是漢 不是中國 不是全世界 所以我們去開會的時候 就是面對全世界 非洲的 南美洲的 各洲的 所以你要講一個 你要分析一個台灣或是任何中國大陸的現象 一定要那個framework是 必須要是在全人類的那個基礎上去談的 這個是很重 所以我們會比較傾向去使用理論的原部也是這樣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至少我個人在使用裡頭我不會溫潤 就是說我其實是非常貼簡這個獨自的特質 去選擇理論來用 就是說不是隨便的那個 比如說我注意到柳池這個 對啊就是說因為他野心思維本來就很有名 然後另外就是說他最近又重新翻譯了 他重新翻譯在人類學裡面重要的經典 他不斷地會重新翻譯 因為他會隨著這個時代的改變 賦予他新的意義 你看脫甘的書也是不斷在翻譯 然後馬克思的書也是不斷在重新翻譯 就是他們會把經典性的作品呢 希望透過新的翻譯的過程賦予他心意義 所以我發現柳池柏的書 為什麼今年再重新翻譯出來 你就會去關注到他 然後柳池柏也是真的 野心思維裡面對於神話學跟美術的討論 非常的精彩 就是很仔細然後不好唸 這是不好唸 但是我就發現天啊怎麼這麼捷緊 就是他說到一些現象就是 跟我們這個社會的確是連結的 那因為我是想要解決一些問題 就是說所以我在透過這個民族字的 怎麼說的那個不解的地方 所以當我在跟21世紀的這些人類學文獻 接觸的時候 事實上就會緊貼著這個民族字的需要 然後去選擇比如說這個 correspondence 因為我就覺得燕俊男人的設計就都是這個啊 他就是你看他走動有沒有 就是我記得超然那時候 我去上那時候很有用啊 其實就是說他第一章 我看就是那個捆意是不是 就是流氾放了這個捆意 然後流氾在面對就是他後面那個信譜 然後他在跟三清講人的這個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看燕俊男人的這個就好是 他就是把人整個都帶進來 就是本來應該站在後面的 就全部到那個那個 那個新的一個空間的設計 但是所以我是因為這樣 我就覺得哇 那他這個走動就很重要 所以我才會把現象學的這個開始注入 那剛好現在你就學大型奇道 那個這個現象學的畢竟 所以你就知道台灣並沒有真的 在世界的外面啊 是不是 台灣的整個宗教的發展 什麼藝術的發展或什麼 其實是跟世界同步在走 所以你就看到喔世界上流行這種理論 不是世界人類學家一直在focus這個理論 事實上台灣也是可以接上去 而且可能可以提供更好的解釋 比如說這個議題我覺得就比 如果我們這樣過去 那時候有那個發善性的那個分文 因為他就會被一直被質疑啊 就是說欸那你怎麼能夠確認那個 那個效果是宗教性的效果是不是 就是但是我覺得這個case是很清楚的 就是他這個路徑的設計 本身是非常非常 他每一步都是一個有宗教的議台在裡面 顏色他那個提到顏色有沒有 視覺上的顏色他的嗅覺他聞到什麼 然後他看到什麼他的聽 所以他還有他的走動 所以你看他的設計就是當代的倒是 也把現代人的需求都考慮進去 對 所以我才會用這個理論來framing 這個現象就是就是來架構這個 把這個現象架構起來 是這樣子 那當然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才會覺得道教的研究 其實所以我覺得我們也在跨界了 就是說比如說我一直去聽超雯老師的課 給超雯帶來很多困難是不是 上課就不斷了一部分 他現在上課都很緊張 因為怕我繞過等等 對 但是我覺得是反而是一個好現象 就是人類學家跟人類學者跟道教的結合 就是這個跨界 然後可以透過不同的現象或是思考 或是不同理論的input 其實我也不覺得道教他們很重視你們 你們不是很重視NEL的嗎是不是 就是早期的時候也是很重視這個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更加的結合 是這樣子 有問題嗎 最後一個問題 我必須我時間到了 好 那你來簡短問一個 就是我聽剛剛老師講的 我就覺得說 他好像跟博物館的那個是相反的 博物館的想法是說要 在展覽的時候要盡量回覆 希望能夠回覆那個儀式 或是他們那個廟宇結構那時候的氛圍 會盡量回覆 那那個米龍的那個現場是盡量要 讓這個宗教的氛圍淡一點 讓大家可以去好像輕鬆的接受這種東西 然後輕鬆的去了解 是不是有這樣的感覺 跟博物館的好像是兩個不同的方向這樣 然後第二個是 有些氛圍是限定狀況之下才會有的 這個在傳統宗教裡頭非常多 你必須要怎麼做 你必須要遵守什麼規定 才可以得到某一種特殊的氛圍 才可以得到某一種特殊的感受 剛好跟現在那種自由的 讓你去很free的去接這個接那個 然後讓你自己去形成你自己的感受 去接觸那個宗教是不一樣的 對 就傳統宗教特別強的部分是規訓的 就是說 你這怎麼樣做怎麼樣做 你才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感受 那這個你要嚴格的執行的這些 特殊的步驟 你要什麼時候進去 什麼時候出來 你要怎麼畫 你要怎麼佈置 才有效力 那你才可以感受到這個靈驗 就是跟這個氛圍 你提到這個比較free style的氛圍 心形態的不太一樣 我想這應該是兩種類型吧 OK 副講 好 好 我們就在搶一下 不是還在搶博物館 你們好像是在討論博物館 他很猜 加凱他是另外一個問題 他就說 例如說 剛才那個 我表示你的報告啊 你那邊是他要淡化 然後他不會覺得博物館那邊反而要強調 讓大家覺得更有宗教性要進去 然後他只是抒發一下他的看法 對 沒有想回憶的話 對不對 對 因為台灣現在的博物館已經有很強的宗教博物館 你看宗教博物館裡面 他已經不是說 我把畫屏面擺在這裡 我把器具屏面擺在這裡 他們可以配合博物館外面的儀式 或者那個空間 他可以請到一些 比如說他請到的不是藝術家 請到的是公家 做博物館的東西 所以他的那個空間設計整個就是 盡量讓你回到那個博物館 宗教生活的氛圍 現在是真的有這樣的一個趨勢這樣 然後呢 要為什麼問 可能第二個問題 你還是又回到那個 等等這樣 同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是傳統的那一種 按照很規矩的儀節在進行 會更有氛圍 還是 你今天說的那個 你心裡已經回應過了 如果 在補充的話 對 我覺得最後 因為李老師來喔 一定要講一下 同學的小朋友 就這樣 對 李老師這聲音 我想這個博物館 他最近出的幾本書 他其實不只需要用本土的藝術來驗好 所以他是有他的技巧 但是我跟他認識這麼久 我還是要提醒 這個宗教普遍有變元不變的部分 我想那個居然非常了解 現在你所看的那是可變的部分 我們在做獨家或者做道教的時候呢 會非常清楚的會有分別 哪一個部分是盡量不變的 什麼叫理意不變的 理文或者是理氣這是可變的 你今天用的例子是屬於可變的部分 但是那不變的部分是你實在說的一種 理文那個所謂的女士 就是說在內黨的部分 譬如說張哲迪道長他在安息裡面 他已經做了 這個部分是可變的 你要瞭解那個安隆送禮 他不是 他不會 他們也可以 但是通常不會放在那個教典裡面 因為那個教典是不可以學識的 可以學識性的 所以他可以先做也可以晚做 很顯然他們都有分很清楚 那二十三那個擺了很多的酒啊肉啊 那都是什麼呢 都是在教典之前或之後可以做的 所以第一個我要提醒 因為同學聽了太興奮了以後 他可能會這樣 到教真的就是變成這樣 但是我要提醒 那個證也非常熟悉 那個證也非常熟悉 那個不變的部分是在盤內做的 或者是在一邊做的 不是在全靈的或一邊做的 這時間空間裡面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是宗教他有保守的地方 歸勋的地方是在某一個疑解 哪一個地方他是可以談論的 自古以來都這樣的 從獨家早期談論那個所謂的 可變性不可變性就分明性 道教其實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點我是覺得 當然我贊成分類是 但是那個分類部是贊成的部分 你要談內不可 我昨天去那個去南部 然後那個王里教主 一定請我吃飯 我想請我吃飯一定有原因的 沒有錯他就是要討論兩個問題 一個是當代的宗教 南部囉 那王教的部分 他變得壓力 例如說你信可不可以進去 然後什麼地方可以當你叫參觀 什麼地方不明當你叫參觀 最好例子就是說 以前那個王尊甲他是不能進去的 但是現在怎麼呢 他覺得這個地方不是皇也 也不是教壇他是外面的 所以他開始一樣跟俊蘭做的一樣 就是讓大家繞一圈 我也是跟他講的問題也是跟這個一樣 我說那個你先分出來 不變的部分跟變的部分 不變的部分 不變的部分是王 教傳 變的部分是王傳 你可以繞著看 因為什麼 因為繞著看這個會增加收入 會讓他們有很多感覺很氛圍 所以我覺得做宗教研究一定要區分出 這個變跟不變 或者是微變 或者是變得大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樣的話才能夠服應 所謂的一個傳統的保守 大家要知道 宗教有時候可貴的一種就是他的保守性 在所有的在變的現在設計變 他變不變 配不貴 有時候反而能降 所以這一點我一定要強調 就是說不變不貴 你不是貴相信 你那內藏部分 永全是當時的 因為他是拜菩薩 所以他希望能夠變一下 你以為他變了 四周圍還是可以看啊 但是你不要忘掉了 他的什麼呢 那個結界你還是不能進去 完全幾周圍叫做人拜 所以很多人說 怎麼現在這麼久居然可以進去 錯了 他的結界還是不能進去 所以這中間我覺得 就是說做一個長期關注這個問題 我還是會覺得看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回到他原來的那個 所謂的這個體力上面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會讓我們再理解 可變跟不可變的部分 就是我要回應說我很強調的地方 那這樣的一個強調 對同學要去做研究的時候呢 你就會多一點考慮 就是說在那個可變的部分 你如何跟每一間啊 跟這些所謂的氛圍等等 來形容推化 我想這樣的一個議題 當然是很值得我們去注意 那另外一個也是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 你應該接觸的超難 所以你會覺得道教都非常注重心 如果你接觸我的另外一件 我還是做給你 但是你不要忘掉 或是跑天理 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我可以跟你談的 譬如說文教啊 或者是信誠教什麼 因為我認為喔 所有這些訓練 不管是test或者是history 都是應該要做 但是我從來不滿足他 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很被死的 我們道教研究裡面的危機就是 很多國外的學者 因為他沒有現場經驗 所以他們學會做的是什麼呢 道藏裡面的佛教成文啊 佛教中的道教 其實那東西就死掉了 你們都沒有好好看我那個道鏡子 我講得很清楚 有些東西是被沉澱下去的 已經被覆蓋了 所以有一丁乾的你挖出來 現在很多的道教學者 特別是那一堵書本裡面叫道教學者 做了這種工作 大陸很多同學被我罵就是這樣 他挖一個經典 從來沒有人做 現在也沒有人做 然後他覺得說 你看我找到一個東西 不對 宗教永遠都是必須要跟現實去對話 你必須要有criticism 那這種情侶實際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藏過跟紀君理繩接起來 哪一個部分是會變 哪一個部分不變 經典的部分還是不會變 對不對 但是因為那個部分就會變 所以這裡頭呢就牽涉到 那個研究者的興趣 研究者的興趣在哪裡 關注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我也希望你調整你的觀念 不是所有道樂學者不出動信眾 假的 你問那個證明 證明的社交文明特別好 因為他要注意生命人來接待 我要去接待他們 而弟弟做的部分 可以做得好啊 所以不是道教不接受信眾 為什麼他們會要求 現在王教我也要什麼 也要能夠參與啊 不能過什麼注意啊 那時候也可以進去啊 所以他讓他到王船啊 還有看陣頭啊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就以為王教主是陣頭 但是你不要忘掉 所有的初令都是在王 所有的什麼呢 那種誤會的消除 都是在道坦裡面做 所以今天是沒有變啊 變的是外面這個部分 陣頭會起伏 會多少 會什麼樣的 所以我是覺得喔 做一個宗教喔 要非常的有耐性 一定要注意我常講的 text history field work 還有一些critics 如果你只看前面部分的時候 你會覺得道教是古老的文字宗教 就是以前Skipro講的經典中文字 我都承認那很重要 但是你不要忘掉 在天理的時候你看到很多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喔 做一個宗教真的是要很全面 很全面 但是我當然很肯定說 用這個所謂的氛圍來調整一個 所謂道教那個 如何去跟信眾接觸的對面 因為這一部分確實是 李師兄是跟俊南他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因為他們最拿手的部分就是 這個部分幹嘛是我可變的 就是一種堅槓的地方 但是你要不要忘掉 到底坦內你非按照 分證先生來說 既然你叫我傳統教授 但是你在外面帶去哪裡 他一定會這樣要求對不對 所以這中間喔 跟你們宗教研究 我長期重啟觀察 我是很少數很常發現 我認為我自己很少數能夠把 Key H跟H 甚至於包括P這個 那我覺得 我這裡勸告所有的同學 你要成為好的動教學者 如果你要最好地略三樣 最好是四樣 或者你的研究主 反正會跟大的相對摸相一樣 你摸到一部分就以為是道教 就是不對 我常常批評他們的類學者 其實我在批評不是尿靈賊 是尿靈賊 是尿靈賊 尿靈賊 尿靈賊 因為他是跟法教的交流嘛 他當然那個可變 所以你糟糕了 他把那份當中道教的 咬不得了 咬不得了 不能把他糟糕了 以後呢 人家說 因為道教真的也可以登道梯啊 也可以怎麼樣的 我當時 在那個世界中的國門批評是他 不是宗教 因為我覺得 因為這個很容易引起誤會 因為他們又很有影響力啊 又出書啊 然後都是 是研究院的 退休的研究員 然後他們講說 哇 到底有些人用登道梯 你怎麼可以呢 你不要忘掉了 他的收入還是要去從魯山 還是要去幾個貼心那邊 那一部分才是不變的 他們那個 零出了零出的動作 那是分變的 那可變的部分 你問他們他們跟不聽的道體 會的道體 所以我是覺得 我真的我長期做宗教 我很了解 那個變跟不變之間的 因為你這樣才不會造成誤解 或者那個道教形象會在 如果用這種媒體這樣講的時候 你到時候 你都說 我都變了 我是覺得不變 所以這裡 這裡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變證關係 我覺得 但是我最後要講一個是 那個韋平這次跟超南這樣的合作 大概是這個道教研究很好的一個計畫 就是說 因為道教研究一直都不太去注意 這種在改變中的 你這個題目裡面講的 這種轉型中的現象 而這個轉型中的現象 確實可以幫助我們思考 他說我們對道教 我們不是希望說只是變成學者疏災的學問 而是變成是他跟很多宗教一樣 他是一個理理 那在這個所謂的理理 或者生活的道教宗教當中 我覺得道教也要服用這樣的一種現象 所以我覺得你這次跟超南 或者是跟很多的回應 不過我覺得最後我要勸你 你一定要標明 這是北部爭議 跟日本派沒有關係 所以你跟你說這樣子合作 想定你怎麼合作 因為南部是 南部那一道東西也從來沒有改變過啊 他是在內壇裡面做他的儀式 怎麼安這個龍王 那個是我很熟的儀式啊 那一棍不可能變的 那一棍是什麼呢 是為教主做的 那一棍不做 教主不放心啊 但是他一樣要給我送啊 有什麼聖書裡 包括什麼禮物 這種定位 所以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一定要標明 就是台灣的一派 正一派的做完 我勸你不要碰觸到領法派 領法派沒有這個 張特畢是我的所謂的 張特畢他做完了 我擺成任務了 啊 吉他啊 你穿了 你穿了你穿了不穿了 所以這中間就是說 我們做道教的那個派給 選擇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這次的成功是 因為選擇是最厲害的 不適合領寶派 領寶派我現在還沒有看過改變的 領寶派一輩 他補安 因為他的安容不是 用這個方式 他是什麼呢 就是補方隆寶派 所以我是覺得一個嚴重的選擇 你選擇對著我們的理論 就好好發揮 但是你要排除線 南部的領寶派 排除在你的眼角之外 你的素材之外 因為我覺得這樣對你才是得 你才可以自己保護自己 那這個確實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議題 我覺得這個 在這個對北部來講 也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去觀察的地方 那我的目的不是要跟你講 我是要跟同學講 就是說做研究的一些基本的一個認知 跟字母的一個提醒 因為這樣的話呢 才不會走到另外一個誤區 那這個在那個創造心區跟著陸物區之間 你必須要辯證 辯證好的話是加分的 如果辯證不好的時候 他可能是減分的 所以我在這邊講的比較清楚一點 但是我覺得樂谷你這一次的研究一定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對 謝謝 很簡短的再講一下 就是李老師的問題提得很好 那所以我只是在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其實倒是就是像俊南他們也都會思考自己 就是每一個道場他們其實都會思考哪一些是變的 哪一些是不可以變的 那所以這個當然對中間學同學就很有意義 所以當你到現場去的時候 你就要看每一個道場他們怎麼去哪捏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面向就是大家又可以翻譯了 而不是從而入選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大家現在在面臨的這些變遷很有趣 就是非常有趣應該要做 就是說就很像說李老師他同時做經典跟當代 然後他他可以成為的大家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不只是在不只是不偏過跟任務一邊 所以謝謝李老師的教訓 那謝謝大家 好 我們下一位 好 那因為我們也超過了三個小時 如果還有要交流的 是否可以都是沒有沒有人 對 你不過來 有多猶豪 然後不是要交流的 就是要交流的 有人那些想法 那老服 是要找來 一定是更能的 我就會有 我的事 是我一位 好 我覺得